好 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非常謝謝大家堅持在第二天繼續聽課 其實我有一個理解 聽課有可能比講課的更累 因為我很熟悉這樣子 沒有 是累 聽課沒有 我跟課可能會聽課累 我是站著累 喔不會 其實我站著 站著我是很舒服的身體的狀態 站著不累 講的時候也不會累 不過講完以後坐在車上突然發現很累 好 我們就繼續講 到底要講多少或講哪些 就隨緣吧 反正我就順著我覺得挑出來的比較重要意思比較明確的 來跟大家 講解 但是 第一天6個小時時間也是有限 有時候不小心發揮一下時間就用了多用了一些 那未必能夠把我設定的整個 孟子精選 的文本 全部講完 但是我想也沒有關係 就大家聽得愉快就好 好 我觀察到一個現象 就是 真的是我的 觀察出來的 也未必有人特別去講這樣的話 就是 孟子書裡面對於孟子離開 齊國這件事情 三番兩次 接二連三有各種 不同 身份 階級的人 跑來 跟孟子講話 要嘛就是 要他留下來不要 要嘛就是 說你滾得遠遠的你一點一點用都沒有這樣子 有各種各種的這個 談話 發生在孟子去齊的 這件事情上 那我就發現真的是姿勢體大 一個 一個這個 其實是個平民了 那 離開了一個 國家 竟然受到這麼多人的 三番兩次的 不斷的 未留也好 這個辯論也好 那實在關鍵就是 孟子去齊這件事情呢 對於一般知識分子而言呢 其實是心底頭頗有感觸的 大家可能就是覺得 很沒面子 或者是很嫉妒 或者是這個 有些憤怒這樣子 覺得好像你不跟我們做這個 不跟我們在一起 雖然他們不會覺得自己是一秋之鶴 但是呢 覺得你們不跟我在一起 所以呢 好像 都內心受到了一些 创傷 所以 無論如何要跟孟子來 一辯 否則他們 其他人留在齊國 那是不是 好像很 這個沒有尊嚴似的 好 這裡就又是一段 文字 孟子去齊 素衣咒 在這個地方 過夜 傻尖 住在快捷酒店裡面 有欲未亡 流行者 有人又跑來 想要 透過一己的三寸不爛之蛇 把孟子留下來 結果孟子就回去了 那齊王就會很高興 他就會跟齊王講說這個是 我把他帶回來 就會很有面子 這樣 看這件事情能不能夠 成功 各位朋友 君子從來不是任何人的棋子 君子不可能成為任何人的棋子 君子行止進退 想清楚了 怎麼做就怎麼做 願意待下來也是自己願意待 願意走也是自己願意 而不是別人想要在他們自己的功勞部上 做一些什麼樣的 安排 然後呢 君子就成為了別人安排的 棋子 好 坐而言 坐下來跟這個 孟子講 孟子 不太理 這樣子 然後呢 就 以前呢就是在地板上放一個 桌子嘛 大概用 這個獅子做的方式 跪坐在那 那其實就是坐下來了 我們看那個狼野榜他們 古番古莊的戲都是 都是這樣做的 然後呢 然後坐坐也不想坐了 那就躺下來 就隱姬而握 那個桌子雖然不高 但他如果躺在下面的話 那我也看不到人 隱姬而握 那為什麼孟子 用這樣的一個 姿勢 移態 來 回應 這件事情呢 孟子 那其實就是 孟子覺得這個人跟他所講的話呢 一點兒都不新鮮 沒有任何的新意 所以呢 沒有興趣 沒有興趣聽 無精打采 所以我這位 來游說孟子的客人 他自己覺得 孟子你很沒有禮貌 客不悅 啊 弟子摘述而後敢言 夫子 沃而不聽 請姑父敢見矣 我這麼有禮貌的來見你 但是你卻躺在那裡 不聽我講話 這樣子的話以後 誰還敢來見您 跟您講話呢 這個 蔡庚潭就有一句話 代君子 不難於公 難於有理 這位客人對孟子 恭不恭敬呢 很恭敬啊 孟子坐在那邊 還躺在那邊 他還繼續講 這個 你躺在那邊 我繼續講 也就罷了 你懂得回應一聲吧 結果也不回應 搞不好呼了兩個大呼聲 那真的就火大了 所以客人對孟子認為 自己非常的恭敬 但客人的 儀態的恭敬 要跟孟子所講的話 勸孟子所做的事情 的這個事情 對孟子 恭不恭敬 有沒有禮貌 客人自己不明白 因為他所理解的 價值觀 跟孟子心中的價值選擇 南遠北撤 天差地遠 所以他不理解 孟子心中所想的 所以 代君子不難於公 難於有理 很多人覺得我跟君子講話 我這麼樣的恭敬 其王覺得我對你這麼好 那你為什麼不理我呢 問題是 你的這個好 是站在你的世俗的利益 的標準上 對你自己好 不是對我好 是對你自己好 不是對我好 所以君子真的就是要指引方向 帶領大家 走向 這個向上之道 一般人呢 不能夠理解 而總要跟 這個 君子 盛賢 來做辯論 客不悅了 孟子就說好吧 你做好 我明明白白講給你聽 喜者 鲁木公 無人忽 子思之策 则不能安子思 子思 是有德性的人 曾子的這個弟子等等 孔子的孫子 有德性的人 也有社會的名望 對於國家 政策的走向 政治的這個方向 子思呢 非常的清楚 常常給 鲁木公提 好的 施政的 建議 然後子思呢 就整天待在家裡 在他的這個 個人工作室 旁邊有他的書 然後上廁所也很方便 泡茶泡咖啡也很方便 睡覺也很方便 然後呢 還有一個這樣會議桌 學生來找他 上課呢 就直接上課了 整天待在自己的 個人工作室 個人研究室裡面 不必出門 了解天下事 鲁木公呢 倒是常常派人來 跟子思 談話 詢問他 那這件事情 我們該怎麼做 我們鲁國該怎麼做 那子思就會 告訴他 鲁木公 然後呢 因為子思這個地方呢 常常有各種人呢 來來往往 所以他也得得到各種的訊息 得到各種訊息的 這個前提下呢 那麼對於 這個 鲁國的 政治呢 偶爾就會講講話 鲁木公呢 如果兩三天沒有 這個派人來 這個 詢問子思 跟他這個問候 的話 鲁木公生怕漏掉 聽子思 講了一些 什麼重要的話 挨子思的罵 挨子思的 這個譴責 也就是這個國軍 重視子思 就把他當作自己的老師 國軍把自己當作學生 國軍 我是統治者 天下權利利益財富 在我的手上 但是呢 儒者呢 才是專業的政治管理者 這個家是我的 這個錢是我的 但要怎麼投資理財 請專業經理人幫他投資理財 有錢人 自己不敢隨便亂投資 因為他會虧本 但是專業經理人幫他投資 會賺錢 所以 試試聽專業經理人的 雖然錢是你的 這個邏輯比喻的很好 孟子的意思就是這樣 所以那個 有錢人呢 沒有常常去這個華爾街 去探望那個 幫他操盤 股票的那個 年輕的 很聰明的 年輕人呢 他自己就很擔心 我是不是 沒有辦法趕上賺錢的潮流 就是這個意思 無人乎 子私之策 不能安 子私 但是呢 其他的人不一樣 一柳聲響 這是什麼 好作官的人 無人乎 木工之策 則不能安 這兩個人呢 這兩個人呢 一定要派自己手下的人 常常呢 跑到這個 木工 的旁邊 然後呢 看 木工呢 平常講的一些什麼話 那有些什麼 政治上的動向 要事先知道 生怕第二天在朝堂之上 自己所講的話呢 並不是老闆的意思 那麼 老闆就會把這個任務交給別人 那麼 自己在跟別人競爭官位的賽跑上呢 就會落後 那麼 這也就表示什麼呢 這也就表示 好 這個 易柳 跟聲響 他們 做官的心態 並不是去 給 君王 施政的 建議 而是什麼 去 窥賜君王 的 這個 心思 動向 念想 然後呢 滿足 君王的 欲望 君王有什麼慾望 就把這件事情說成理想 君王 這個 有什麼憤怒 就把被君王憤怒的事情 說成大逆不道 十二不赦的事情 把那個抓起來殺了 這樣子 最好豬連幾竹 他就窥賜君王的心思 在朝堂上 發言 做君王的爪牙 做君王的慾望的執行人 執行人 以便繼續保持自己的官位 做官的邏輯就是這樣 這些人做官的邏輯就是這樣 所以他時時刻刻要先知道 君王發生了什麼事 腦筋是怎麼想的 他想要什麼 他的慾望是什麼 他討厭誰 誰給他惹麻煩 孟子是不是惹了他不高興 這樣子那明天朝天上就罵罵孟子 所以無人乎木工之策 則不能安其身 他自己就怎麼樣 惶惶不可終日啊 所以孟子把這兩種形象 說給這位客人聽 你是把我當作子私呢 還是把我當作 易流聲響 只為長者率啊 你說你是在為我考慮 說我應該怎麼樣 但你真的是為長者率嗎 而不及子私 但你沒有把我的角色定位 跟子私一樣 子私是我的老師啊 我跟我的老師是一樣 但你不是用這個 形象 來定位 我 那 子覺長者乎 長者覺子乎啊 是我 拋棄了你 不理你 所以你講話 我躺在那邊睡覺 還打呼 還是你拋棄我不理我 我本來是子私的等級 你把我當作 易流聲響的等級 就這樣 這段話非常清楚 這個故事 形象鮮明 生動 孟子對他自己要做的什麼事情 的理解 就是這樣的清清楚楚 好 孟子去起 又有一個人來了 隱私 又要跟孟子講 辯論 隱私呢 這個態度 就 比較傲慢一些 隱私跟別人在講 那個孟科 他跑來我們齊國 做了官 沒做多久 沒做多久 然後又離開了 他以為他要弘揚 他們儒家的王道思想 這個 孟子 這個 道信善 言必以稱 遙順 所以遙順 貪污 整天掛在嘴巴上 難道他不知道王之不可以為貪污 如果他不知道王之不可以為貪污 這是不明 孟子息不希望 其王 成為貪污呢 那就是孟子的目的啊 那個目的就是這樣子啊 什麼意思呢 你好好的行人證 天下百姓來歸 哪些國家道行逆施呢 你可以派兵去攻打他 他的老百姓打開城門來迎接你 他的士兵呢 會背叛他的國軍 這樣子 然後你成為他們的軍王 或者是換一個他們通宗式的 閒人 做他們的國軍 然後跟你齊國交好 奉齊國呢 為上國 那這就是望天下的境界 達到了 孟子就是要齊國 做貪污的事業 不是別的 所以不是齊桓公的霸王的事業 而已 所以呢 這個隱世就是說 難道他不曉得我們齊王 不是那一塊料嗎 如果他不曉得我們齊王不是那一塊料 還要跑來跟我們齊王講 希望我們齊王成為貪污 那表示孟科這個人 是人不明 是人不明 這是一個批評 是齊不可 然且至是甘則也 如果他知道齊王不可能成為貪污 但他還是來了 那表示什麼 他為了做官而來 獲得 這個薪水而來 千里而見王 不遇故去 三宿而後出咒 適合如智也 是 則之不悅 那 好了 現在他又要走了 天下所有的好的名聲都歸孟子 現在他又要走了 走呢 走就趕快走嘛 這個 慢慢的走 慢慢的走 這裡停幾天 那裡停幾天 你幹嘛走了那麼慢呢 你是不是要人家來追你 來把你拉回來 如果是我 我才不喜歡這樣子 是則之不欲啊 高子已告 高子呢就跑去 跟孟子 講 這個 隱世所講的 這段話 好 孟子就做了 回應 這個回應的重點是 齊王 齊王 成為貪污 是我的理想 然後呢 我 費盡 唇舌 苦口婆心 希望他能夠成為貪污 我當然必須 盡我的力量 好好的努力 那假使他不行的話 那非常的遺憾 那 不行也就算了 我只好離開 雖然我離開 我心中還是盼望著 他願意 來走 這一條路 所以呢 我也不必走得太快 我又不是像小人 講 講不通 講不通就吵架 然後再打一架 然後信心然 憤然而離去 我又不是那種小人 皮膚皮膚的小人 所以 你這樣說我 實在是很奇怪的事情 是你自己心中沒有理想 那表示什麼呢 你心中想的 誰做官都是甘澤而已 都是 打算盤 計算清楚 這個人可不可以 讓我做大官 如果可以我才來 難道我夢的是這樣想的嗎 當然 不是這樣想的 我不管他可以不可以 齊王他 怎麼樣 應該要 我不管他能不能 我只管什麼 他應不應該 他有什麼不能 他當然能 這只是他願不願意的問題 他應該要成為 貪污 看他願不願意成為 貪污 不是他 能不能成為貪污 所以你說 這個不是 王之不可以為貪污 則是不明也 為老人家 責污 有誰不能 都只是不願意而已 做官 不要貪財 有什麼不可以 都只是不願意而已 士兵不怕死 有什麼不可以 都只是不願意而已 所以呢 這一切 都是需要 我去努力 我願意努力 努力成功 天下百姓得到多大的利益 但如果不成功 那也沒有辦法 我也只好離開 好 隱世 污之雨哉啊 千里而見王 是於所欲也 所以我願意來 不亦故去 起於所欲 這怎麼是我原來願意的呢 那我沒有辦法 我不得已啊 那失敗了就算了 我過了三宿而出咒 在這個地方待了三個晚上 我還覺得我走得太快 因為我始終願意 給君王 一個機會 如果王樹姬改之啊 希望他能夠改變心意 如果改變 那一定會把我找回去 如果找回去 那麼 我們就可以 期望 期望呢 像湯武一樣 一統天下 這個 行仁政 愛百姓 成就他的 王道的事業 出三咒 而王不予追也 好吧 那就算了 然後 浩然有 規制 所以那我當然 也就走了 這一切呢 抱持著一個 期許他人的 理想 然後不要太快 決於他人 但是無論如何 如果他真的不行仁政 不聽我的話 那我還是沒有必要留在這個地方 所以呢 真的不是為甘澤而來 與雖然 其捨 亡災呀 王由族用為善 如果他 他還是有可能為善 如果他願意用我的話 結果是怎麼樣呢 其只是 其國百姓 獲得安居樂業的生活 是 全天下的百姓 都能夠獲得 安居樂業的生活 非常希望王能夠改變 每天都在盼望 我怎麼會是像那些小人物一樣 這個 只是為了利益而來 結果人家不給你利益 那就很不高興 跟人家吵架 甚至還打架 然後呢 跑得像飛一樣的快 遠遠的離開這個地方 漸於其君而不受 則怒 信心然陷於其面 去則窮日之利而後訴 要離開的話呢 一天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走 走到完全沒利益的 才願意留下來 休息一下 過夜 好 這又是一段 這個 孟子 去齊 的一段 言語的往來 所以你看 隱世啊 很多人啊 對孟子去齊呢 都非常的擔心 非常的沒有面子 然後或者呢 想要利用這件事情 搶個功勞 或者藉由這件事情跟孟子辯論辯論 那 這其中啊 最厲害的人是 淳于坤 我們還沒有讀到 待會讀到淳于坤的時候呢 那 這個我們再好好地講 淳于坤厲害在什麼地方呢 這邊都一個問題 孟子一個回答 咔嚓結束了 淳于坤是 好幾個層次跟孟子慢慢地玩 玩到最後呢 他想要把孟子呢 這個 溫水煮青蛙 就後來他自己被孟子煮了青蛙 這樣明白嗎 他也是很多層次的招數 想要套孟子的話 讓孟子辯論辯輸 最後還是 他輸給孟子了 其實這沒有什麼輸贏的 看你的格局 你的利益定位在哪裡 就是你的價值觀的選擇 我如果選擇 選擇這個 做大官賺大錢 那孟子就是個笨蛋 我如果選擇 行人政 愛百姓 那淳于坤就是一個 公立主義的小人 那你如果從公立的立場 孟子簡直就是個笨蛋 那如果從 道德的立場呢 那淳于坤就是個 公立主義的小人 所以這有沒有對錯呢 有沒有輸贏呢 當然有輸贏 但是 你心中有沒有標準 你如果有標準 就有輸贏 淳于坤會認為孟子辯贏他嗎 當然不會啊 那孟子當然也不會認為 淳于坤辯贏他 因為他們各自站在 自己的標準 哪一個標準是對的呢 那這也沒什麼好投票的 我們自己選擇自己的標準 好 孟子去起啊 學生問 在路上問說 老師你好像心情不是很愉快 若有不欲色然 前幾天 我聽老師你講 君子不怨天不由人 不好的機運不怨天 這個跟我們互動的這些人 沒有讓我們 這個實現我們的理想 也不由人 那 老師你講不怨天不由人 可是我怎麼看你 悶悶不樂 郁郁寡歡 各位同學你認為孟子會不會 悶悶不樂 郁郁寡歡 我認為會的 一定會的 但是孟子可以把自己的行為 哲學化的描述一番 然後自己替自己 排遣這種不愉快的心 他的不愉快都寫在他的臉上了 他的學生都看得清清楚楚 老師你為什麼不太愉快呢 你之前不是講不怨天不由人嗎 那孟子想說 這個 自己把自己開導一番 所以以下呢是孟子開導他自己的話 彼一時 死一時也 五百年必有亡者心啊 其間必有民視者 這段話很有名 大家可能在別的地方都看過 那經過了五百年就有那種 王道 同一天下 形態的人物 豪傑 那麼可以 出世 湯啊 這個 文武周公啊 孔子啊 這些人等等 在這五百年的中間呢 也一定有一些非常優秀的 這個出類拔萃的俊傑 並有民視者 從周朝來到現在 這個已經七百多年了 那麼 算算時間 五百年的話 以 其數則過矣 以其實考之則可 也就是說 這個時候應該再度出現一位 像文武 這個伐奏 這樣的 時代的豪傑 應該要再出現一位這樣的人 所以孟子完全就是以湯武 的 這個 形象 來 齊許 齊王 或者任何一個 他 去 跟他談 政治 理想的 國軍 因為天下的百姓呢 確實在 那一個時刻 過得很痛苦的生活 所以呢 這就是孟子的真正的 這個 理想 那面對這樣的這個 理想呢 沒有 可以讓他 實現的 好的 君王 夫 天未遇平治天下也 如遇平治天下 當今之事 舍我其誰也 無何為不遇哉 平治天下 是個什麼概念呢 這湯 呃 伐解 這個 武伐咒 平治天下 就是這樣 建立一個新的 王朝 新的這個時代 不過從這個角度來講 這個孟子心中對於周天子的 態度是什麼呢 他 可以說大概就真的就是已經真的 過氣的 已經過氣 完全沒有辦法主持 天下的秩序 全部在這一些 大諸侯王 之間 這樣 也就是說天下 分崩離析 沒有定於一 遙順雨 定於一 湯也是定於一 這個 文武 也是定於一 所以呢 這個 那誰能定於一呢 不是殺人者能一之 所以孟子心中追求的 真的是湯武 這樣的 統一天下 定於一的 理想的境界 那 有誰在想這件事情呢 所有的國軍都在想這些事情 都想要成為 全球的老大 但問題是 他們的做法 孟子說嘛 就原木求魚 他們的做法呢 是達不到這個目的 他們呢 都透過 想要透過 武力攻伐 暴力征戰 那這樣的方式呢 是達不到 這個目標的 需要所有的人 天時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格 需要所有的人都盼望你來做我們的領袖 那你才可能 透過戰爭攻伐的方式 真的取天下 而做領袖 而這種道理呢 只有孟子一個人 理解 在宣講 所以呢 孟子認為自己是可以承擔 天欲平治天下 的天命職責的人物 所以 除非天不遇 如果天遇的話 當今之事捨我其誰 既然如此 武何為不遇災呀 但孟子心情 還是不太好 因為 難道老天爺真的 未遇平治天下嗎 所以我總是沒有機會碰到好的國軍 總而言之呢 一個孟子 但是還要需要另外一個人 需要一個像劉邦這樣的人 像朱元璋這樣的人 才有辦法 然後呢 又試試聽孟子的話 但聽孟子的話呢 也還不夠 還是需要一些 像張良 泛黎 這種人 所以在人物制裡面 就把國家的人才 分成三種類型 最重要的核心的三種類型 清潔家 道德家 孟子這種人 庶家 策略 張良 泛儀 法家 這個 幹實事的 周公 伊穎 這種人 白李希 這種人 就是可以好好 把那個事情做好 這樣子 所以孟子還缺了一個 缺了一個能夠當領袖形態的 這種君王 有那個雄心壯志 要一統天下 並且願意走正道 然後呢 用孟子這樣的人 但是呢 還不夠 還要有 術家 還有法家 當然還要有 韓信 這種兵家的人物 好 所以呢孟子就說了這一段話 非常的好 那就把自己呢 給說服了一番 調理的一番 順順氣 讓自己心情不要那麼不好 其實他心情是不好的 這毫無疑問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一段 應該是孟子在遊說各國的 君王的過程當中呢 這個比較愉快的一段故事 就是有一位年輕的 這個王子公子太子 年輕的時候就跟孟子請教 後來他父親過世了 他要登基 他還來跟孟子請教 那從頭到尾呢 都聽孟子的話 孟子就有這樣的一個 地位 好 就是有理想 大有為之君啊 前面不講嗎 大有為之君 必有不招之臣 如果有大有為之君的話 其實都會向孟子請教 而且會聽孟子的話 好 藤文公為世子 他在做 王子的時候 江之楚 要到楚國去 那經過了宋國 而去請見孟子 自己去拜見孟子 各位同學 孟子 是人家會去拜見的 孔子也是人家會去拜見的 所以呢你就只要國際知名的哲學家 人家都會去拜見 那這個拜見呢 而且孟子認為人家應該來拜見他 有一個人呢 跟著他們的國家的 長官 來 到了孟子所在地的那個地方 過了好幾天才來拜見孟子 孟子早就知道他要來了 孟子自己是國際知名的哲學家 但是對方呢是 一顆冉冉上升的政治星星 大家彼此都知道甚深 孟子就等著他來拜見他 過了好幾天才拜見他 孟子說你怎麼現在來拜見我 沒有啊我是 安排那個宿舍的事情啊 才來拜見你啊 孟子就很不高興 拜見長者還能夠等待嗎 訓了一頓 但是孔子呢 孔子會知道 這個人家都會來拜見 過其門而不入 但是我不會難過的 只有一種 就是相怨 對自己有理想有報復的人 都會想要跟孔子講講話 但是呢有一種人呢 這個孔子完全不想跟他講話 然後呢如果經過孔子的家門 而沒有來拜見 孔子一點都不會覺得遺憾 就是相怨 相怨就是什麼人呢 什麼好處都要 什麼壞 什麼能夠給自己惹麻煩的 這個為別人服務的事情 他都不承擔 所有的美名都要 而且還會講一些 尖酸刻薄的話 諷刺那一些有理想的 諷刺狂者 諷刺倦者 對孔子最痛恨 最討厭 就是相怨 相怨就是虛偽 小人 孔子最討厭 這樣的人 好 就是 我可以感覺到就是 很多人去拜見孔子 跟他講話 很多人來拜見孟子 跟他講話 都有一些有趣的故事 好 孟子是在做國際旅行 走到哪有人來去找他 現在是騰文公 做王子的時候 來找他 孟子道姓善言必稱謠順 講什麼都是講這個東西 那我現在就在想 就是說 這個 你要講什麼東西 才會一下 眾人心 聽進去 決定於 這一個人本身的格局 這一個人所面對的 問題 就像這種 道姓善言必稱謠順 10歲的小朋友 我們也可以教他 20歲的大學生 我們也可以教他 30歲的地方小官員 我們也可以教他 40歲的這個中央大員 地方的大官 我們也可以教他 但是呢 真的要套他自己的 成長的經歷 到了 要承擔這個等級的 重責大任 的時候 你去跟他講這個東西 才會 眾人心 那 請問 騰文公為世子的時候 孟子跟誰都道姓善言必稱謠順 但騰文公為世子的時候 孟子道姓善言必稱謠順 有沒有進入騰文公的心呢 我認為是有的 所以 後來 世子自處返 復見孟子 所以 還是要來見孟 還想再多聽聽 他講的 這些話 的道 道姓善言必稱謠順 道姓善就是要自我要求自己 言必稱謠順就是 國軍要做謠順之君 大臣要做謠順之臣 百姓要做 謠順之民 那是一個國泰民安 風衣足食 天下太平 道德仁義的 世代 社會 當然我們可以說謠順的時代真的是這樣子嗎 那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麼 孟子描繪出那一個理想的圖像 建立了中國政治哲學儒家的標準化理想 這是重點 這個重點的意思就是 所以我們說孟子建立了道統 道統就是 理想的君王跟理想的政治 的形態是什麼 從對謠順與湯文武周公同子的形象的描述 而建立了儒家心目中 理想的政治家 以及 公共政策的形態 形象 所以孟子建立了道統 建立道統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跟誰他都 道姓善言必稱謠順 世子又再來問他 問說 世子一無言乎啊 你對我講的話 這個有懷疑嗎 有疑惑嗎 我告訴你 夫道 依而依以 只有一個 原則 只有一個 目的 只有一個目標 行人正 愛百姓 道姓善言必稱 要順 政治的事情 只有一個目標 就是讓人民 過好的 生活 成見 他也是有理想的 他跟奇景公講 比丈夫 我丈夫 無何 未比 災呀 就是 人家呢 能夠做得那麼好 我也是一個男子 和大仗 我也應該要做得跟人家 一樣的好 那這個比沒有特別講 誰 那總之應該就是聖賢的典範 言冤也講 舜和人也 與和人也 有為者 亦若是 所以 延迴也把 舜當作自己 心目中的 這個理想的 聖亡的典範 但是舜呢 在沒有做天子之前 就是一切 平民百姓 但舜自我要求 舜的言行 举止 就是 這個言冤 他認為 自己應該 學習的典範 舜和人 與和人 有為者亦若是 功名儀 功名儀也是在孟子文本裡面 常常出現 然後呢 講的話都是孟子 直接引用 就表示孟子的心 跟功名儀的心 是一樣的 都非常肯定 功名儀所講的話 文王 我誓言 周公 其妻我在 也就是說 功名儀 以文王為典範 以周公為典範 周公其妻我在 他講的這些話是非常有道理 那你們這些人覺得沒有道理 但是我覺得很有道理 你們這些人覺得他講的話是假話 我認為他講的話是真話 其妻我在 這個話是這個意思 他不會欺騙我 他講的呢 我都認為是有道理的 那為什麼有人會認為沒道理呢 小人功利主義之心站在個人利益的維護的立場 不管天下人的安危 那麼對於這種大政治家所講的話 就覺得好像放屁 對自己私利沒有幫助 就不會肯定 就會去調侃 去諷刺 去侮辱 公名儀說 周公所講的話都是對的 他怎麼會欺騙我 他講的話就是我 相信的 所以 很多時候 怎麼做 這件事情的判斷 不是一個客觀的算計 而是一個主觀的選 沒有什麼客觀的算盤可以算出來 然後大家都同意 這樣才是最有價值 不是那樣算的 是你主觀的價值選擇 主觀的價值選擇 選擇利他為天下百姓 那你就是一種做事的邏輯 選擇公利主義自己的權利 地位財富權勢 那就是另外一種 算盤的 邏輯 沒有一個算盤可以算進天下事用同樣的標準的 只有有共同理想共同目標的人呢 才可以 有共同的 這個觀點 共同的 結論 好 騰國 小地方 結場 補短 還來個結彎曲 這樣子 算一算這樣補一補貼一貼 哇 有五十里的 面積 有可以為善國 好好的經營 還是可以 成為一個風俗善良習慣純厚 的小的國家 湯七十里開始 文王百里開始 書曰 要不面炫 絕集不抽 所以我現在給你的 這個指導的建議 對於你們國家的 大臣官員百姓 可能會覺得不想要這麼做 我給你建議是什麼呢 道信善言必稱姚順 就是行人證愛百姓 這一套 大家都是自私自利的 都是公立主義的 然後都是跟百姓抽很多很多的稅 然後沒事跟別的國家打架 我現在叫你不要幹這些事情 一開始你們會非常的 不舒服 就好像吃藥 好在生理上起了重大的反應 其實就是對你身體產生真正有刺激的效果 所以會解決你的疾病的 但他會產生很多的症狀 所以要不面炫絕集不抽啊 所以現在你用這個方式 這個也反彈 那個也反彈 沒有錯 但是就表示 這是真的有用的效 好 藤文公的爸爸 藤定公過世了 世子未然有約 跟他身邊的人說 其者孟子常與我言於宋 在宋國的地方跟我講治國的道 於心中不忘 所以我說 藤文公為世子 然後過宋見孟子 孟子道信善言必稱遙順 這種話當時 藤文公做世子的時候 有沒有盡他的心呢 有盡他的心 所以我說 這個 藤文公真的是可以讓孟子覺得 還蠻欣慰的一位國軍 雖然 小小的 只有五十里 齊國呢 千里 千里 萬聖之君 千里 所以 孟子去齊國 懷抱著理想 不能夠實現 也只好離開 雖然離開呢 五十里的小藤國 他也要去講 五十里的小藤國呢 他也希望他 成為一個 善 好 這個 今也不幸之於大顧 現在我碰到這個重大的事情了 我想要請問孟子 告訴我 我該怎麼做 然後行事 就是像前面所講的 儒木公 無人忽 子之之策 則不能安子私 儒木公要做事情之前呢 都會想要問一下子私 那我這樣做對不對 我應該怎麼做 讓子私跟他拿拿主意 做個建議 那子私怎麼說他就怎麼做 他就非常的心安 他自己也不是不知道怎麼做 他的大臣也不是 不會告訴他 該怎麼做 但他心中就是去想 那從這個儒家大聖人大哲學家的眼光來看 會不會有一些更好的思考 更深刻的邏輯 來這個指導我做這件 辦理這個父親的大喪的事情 好 這個 然有之舟 這時候孟子回到了舟城市了 問於孟子 孟子說 不亦善哭啊很好啊 親喪哭 故所自禁也 父親的喪事呢 那叫盡心盡力 養生不足以成大事 送死 乃大事也 孟子認為 辦理 父母的喪事 是最重要的一件大事 要盡心盡力的辦 要讓自己安心 曾子說 生事之以理 死 葬之以理 忌之以理 可謂效 所以 死呢 是大事 喪事呢 喪禮呢 是大事 辦完了喪禮以後 每年 祭祀 是大事 都要認真地辦 當作一個大禮來辦 諸侯之禮 我沒有學很多 雖然如此呢 我曾經聽過 總之呢 三年之喪 喪呢 是一個 通利 其書之福 善舟之始 自天子達於庶人 三代共之啊 意思就是说 如果是 總之就是父親過世 这一件事情 父母過世 这一件事情 對任何一個人 不管是天子 還是老百姓 都應該 守 三年 在這三年期間呢 你不要穿那個最貴的衣服 要穿最便宜的衣服 你不要吃那種很精緻的食物 要吃那種很粗糙的食物 因為你內心正在哀痛 你怎麼會想是想要享受口腹之欲 而這個時間會有多長呢 因為三年免於父母之強保 所以呢 父母過世呢 受傷呢 也是三年 難道你沒有三年 對父親的 母親的 沉痛的這個 想念嗎 如果沒有的話 那你不是人 那我就 我也沒辦法說你 那孔子就 這件事情上就講過 講得很清楚 要守傷三年 他弟子說 怎麼守傷三年 那國家很多事情都不能夠幹呢 那孔子心裡講說 國家很多事情要幹的那些事情 那有些事情是幹壞事的 但一個人內心 沒有對父母的孝順 對國家人民百姓呢 就不會真誠的 去 行人證 愛百姓 讓我們先把我們的孝心 收回來吧 先端正我們的品德 端正我們的 這個人性 然後 你要做任何事情都好 還有 你國君 守傷三年 大臣呢 一樣可以辦事 只是不要辦 改弦更章 重大政策的事情 然後 當一切進入 簡約的狀態 大臣之間 彼此喝酒 然後 送錢 然後 這個 搶奪國家 利益的事情 也沒有機會了 國家 全體 突然同時 進入 簡約的狀態 所以 不能夠有 晚宴 晚上之類 回家 有誰在家裡頭 開Party 很多達官貴人 穿流不息 這種事情沒有人敢幹 因為國君正在守傷三年 那晚上在家裡開Party 政商名流 那個 川流不息 都在談一些什麼事情啊 既得利益者分贓的事情 還有什麼事情 所以 守傷三年在公共政策上 剛好是好像那個屁股三年一樣 重新启動這個機器 未必不是公共政策改變的 一個好的機會 所以孔子堅持守傷三年 孟子堅持 守傷三年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 突然發現這是非常有道理 而且非常有智慧的事情 前朝的國君肯定留下了很多 身邊的大臣許多既得利益者階級的人際關係 老數盤根 盤根錯節 突然間來一個守傷 大家過去那種吃香喝辣的 生活模式不能夠持續了 說不定能夠把那一些 關係給他切掉 三年之後重新再來 孟子就說那就守傷三年吧 這個守傷三年這件事情呢 然有反命定為三年之傷 結果 父兄百官皆不遇 這是前面孟子講的 藥不面炫 其絕不抽 下了一個猛藥 三年之傷是個猛藥嗎 其實不是猛藥 只是大家呢奢侈浪費 迷迷之風過久了 所以用正常的簡卜的 生活方式呢 反而覺得是下了盟要 所有的大官都 不願意 父兄百官 他父親背的 他爸爸的 兄弟 同宗的 那他自己的兄弟 他爸爸不是只有他的 一個兒子而已 所以父子背的 跟兄弟背的 族人 都不願意 吾宗國 鲁仙君 末之行啊 他們顯然是鲁國 分支出來的小國 周國也是鲁國 分支出來的小國 鲁國都不是 這樣做了 那我們自己的 藤國之前 也沒有這樣做 為什麼 到了你 反而要這樣做呢 不可以 喪 從先走 所以呢 祖先沒有這樣做 那你幹嘛要這樣改變呢 所以現在是怎麼樣 拿出祖先的家法來 這個擋住 這一位 騰文公 新君的 政策 意見 所以 有沒有找到理由呢 有找到理由 而理由 非常的充分 鲁國也沒有這樣幹過 我們騰國以前也沒有這樣幹過 你幹嘛要這樣幹呢 那 騰文公認為 無有所受受也 我這樣這個政策是有依據的 這個古書還有聖賢們的想法也都是這樣的 但是呢 他招架不住 招架不住就是什麼 不得於言 就是不得於言 所以告子說不得於言 汙求於心 不可 不得於心汙求於氣 孟子說不得於言汙求於氣 不可 是可以的 但是呢 不得於言汙求於心呢 這是不行的 不得於言就是你嘴巴講不過 但你心裡呢 對的還是要堅持 所以呢 要繼續堅持下去 然後呢 騰文公就是 嘴巴講不過 但是心裡還是知道 自己做的是對的 所以請他的身邊的人 吳他日未常學問 好尺碼色眼 所以各位朋友 這句話就是告訴我們 書到用時 方恨少 所以平常讀書 要讀透徹 碰到事情 自己心中有一把尺 清清楚楚 知道怎麼 處理事情 在講人物制的時候 上次不是有跟他講 四種理嗎 事理 情理 義理 道理 事理就是談事情 專業的來談 談完以後呢 分配任務 通情達理 情理 只要這件事情不違背 善良風俗 不違背道德 這個是非的話 那就沒有問題 如果違背了就要拿出來談 叫做義理 平常開會的時候呢 事理 只談事理 請你呢可能都是私下 董事長在那邊 談任務 未必會拿上來談 也可以談 義理呢 也不會拿出來談 因為 義理本來就是不可跨越的紅線 如果拿出來談 那就表示呢 就有嚴重的疏失 那就非個真個水落石出不可 那一定要有清潔家才會去堅持義理 那 然後呢也就談完了 道理 是平常不會去談 道理就是人生觀 價值觀 世界觀 重大的天災 人禍戰爭 或者是 國軍 死亡 這種大事的時候 才會 在處理這件事情上 他不是平常生活事件 公共政策的專業 或者是風俗習慣的 都不是 要拿出大智慧 才有辦法面對這一個非常時刻的問題 所以 平常就要把大智慧準備好 碰到這種情況下呢 孟子0.1秒就想出來 就是三年之商 然後呢 群臣不同意 孟子0.1秒就想出來 那你要怎麼應付這個局面 就透徹 0.1秒就能夠知道 怎麼應付這個局面 好 這個 哇 他日未常學問 好尺碼事件 今夜 父兄百官 不我 他們不能夠滿足我 不聽我的 孔其 不能禁於大事 這個三年之商的大事呢 恐怕沒有辦法落實 但是藤文公 有沒有放棄呢 孟子真的是 可堪告尾 走了這麼多國家 就是50里的藤國 這個小國 的這個國君 願意聽自己 把自己當作像 辱木公對子思一樣 像齊環公對管仲一樣 像湯對依隱一樣 孟子真是可堪告尾啊 好 只為我問孟子 然有就又跑到周城市 當時沒有高鐵 不知道怎麼去的 問孟子 反正也走了 走了一幾天吧 孟子曰 然 是的 不可以他求者也 是的 沒有辦法求別人來佩服 但是孟子0.1秒 就把招式想好 什麼招式呢 你是國君呢 你怎麼做 別人 不敢公然違抗 你拿去跟大家討論 討論不出個 所以然來 也不支持你的政策的意見 你不用跟他們談了 你就開始做就好 韓非子就非常清楚 提醒所有的國君 法 術 式 你是國君喔 你跟他們關係不同喔 這個式呢是你在上他們在下 你要懂得運用 這個式 孟子就是運用了 這個式 好 孟子講 那三年之商的時候 是什麼一個 狀態呢 孔子曾經講過 君空 聽於總載 玉舟 面身莫 繼位而哭 白觀有思 莫敢 莫敢不哀 先知也 父親 父王過世 然後呢 對他來說 只進入一個 唯一的狀態 就是 悲傷的狀態 悲傷的時候呢 這個 食不知味呀 所以呢 也不用給他美食 粗糙的食物就好 悲傷的時候呢 行銷骨悔 所以呢 整個 這個 面頰都 凹陷下去了 沒有吃什麼好的東西 整個 這個眼球呢 都 旁邊有 黑眼圈 這樣子 晚上也沒睡好 行銷骨悔 然後呢 雖然登國軍之位 但是呢 心中想的 只有哀痛 哀傷 所以即位而哭 當國軍在哭的時候呢 下面的人會不會 我們今天晚上去哪開Party 不會 也不會在下面 急急嘴 一直講話一直聊天 然後把那個 那個 那個那個 iPad打開那邊看什麼連續劇 不會 當國軍坐在那裡痛哭流涕 大家只能安靜下來 誰也不敢造次 那個氛圍啊 就讓所有的人呢 這個時候 凍結 所有他的那些狗壁糟糟的念頭 都凍結了 莫敢不哀 仙之也 什麼意思呢 國軍命令百官 你們給我痛哭三天 不如國軍自己 進入哭泣的狀態 仙之也 你自己先做 上有好者 下必有勝焉者矣啊 這就是誓 有智慧的人都看得非常的清楚 韩非也看得非常的清楚 孟子也看得非常的清楚 孔子也看得非常的清楚 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 草上之風 必也 但是孔子跟孟子 啊 在上面要上位者做的是什麼呢 德性 韩非要上位者做的是什麼呢 賞罰 你有這個誓 你要敢自己去用這個誓 這樣 賞罰 所以方向不同 所以呢 這個 君子之德 原來這段話就被寫在這裡 我常常講話講得好 把後面的東西講完 然後看 下面講的就是 下面寫的就是我剛剛講的東西 果然就這兩句話應該被放在一起 事在世子 就是你應該要 這個自己 以身作者 先知也 所以 世子問 我爸爸過世 我該怎麼做 孟子0點1秒就說 三年之喪 大家都不聽又跑來問孟子0點1秒就說 你自己先做 然有反命 世子曰然 事成在我 這個國君王子平常就是大家高高的捧著的 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地位 位階跟百官 大臣是不一樣的 五月居爐 在 王公旁邊 的這個草地上蓋了一個 這個 這個草房 茅草房 那一定住得不舒服 晚上的風會吹進來 住了5個月 沒有下達任何 政治上的命令 新的政策 那百官敢不敢在這個時候 改變過去的 做事情的政策呢 那絕對不敢 所以 所有的事情變成怎麼樣 例行 變成例行以後又怎麼樣呢 並且呢 不能夠鋪張 浪費 所以大家都自動進入這個 冰凍狀態 凍結狀態 未有 未有凝結 除非 發生戰爭 不過呢 在那樣一個時代 人家家 國家在辦喪事 你發動戰爭 你有沒有理由 發動戰爭 再壞的國軍 要發動戰爭呢 也怎麼樣 也需要理由 人家在辦喪事 你沒有理由 你怎麼發動戰爭 除非發動戰爭 被 戰爭攻打 否則 一般的情況下 其實就是 按照大臣 過去做事情的方案 去執行 去執行就好 而且大家不敢 這個扭曲 不敢違背 這個政策 百官族人 可謂曰智 其智藏 這個 四方來官之 顏色之漆 哭泣之哀 吊者 大悅 吊者大悅不是說 他們都非常高興 哈哈笑 看到一部很好看的電影 而是說 他們終於看到了 舉國人民 為自己的 先君 的 喪禮呢 這個的 舉辦 如此真誠的哀戚 大家只在 一件事情上 那就是 悲傷 以及把 這個喪禮 辦好 這個國家 從上到下 一條心 有秩序 這個國家 有希望 這個國家 有救 這個國家 有發展 所以 騰文公 有沒有繼續在朝廷之上 跟大家討論辯論 說明上課 上這個古代之禮 這樣子 沒有 他就自己做就好了 做 大家就跟著做啦 好 這是孟子跟 騰文公 一段比較成功的 這個政治 上面的一個 這個 建議 被接納 然後落實 執行 即 辦喪事的那一天呢 大家都來 參加 大家都覺得 哇我們終於看到了一個真正的風俗 醇厚的 國軍的大喪 的喪禮 沒有什麼東西是假的 大家都真真正正 好好的去做這件事情 好 孟子呢 這個 跟楊朱辯論 跟莫子辯論 然後跟農家辯論 那 跟楊朱辯論呢 其實沒什麼好辯論 所有的都是跟楊朱辯論 都是利益嘛 那跟莫子的辯論只有一段 但是不是很精彩 但是跟農家的辯論有好幾段 而且還算蠻精彩的 那這一段呢就是跟農家的辯論 農家的思考是什麼呢 農家的思考就是 這個 地方的 長官 自己種田 自己煮飯 自己燒菜 自己洗衣服 空霞的時候 召集 這個 地方族人的領袖 開 地方事務的會議 開完以後呢 大家去做 然後呢 也不抽稅 也不納糧 自己家裡的用的東西呢 都自己去耕田 然後 自己取得來 所以 用這樣的一種方式呢 把地方管理得很好 沒有這個抽稅的事情 沒有納糧的事情 當然也就沒有什麼 發薪水給自己的事情 農家認為這樣的一個 政治管理的典範呢 是理想 其實我這樣講 開掌牌就已經說清楚了 你在一個小村莊的村長 你可以這樣 可是你如果 50里 如果 百里 如果 千里 那你要管的人口 並不是 500人 而是 5萬人 50萬人 500萬人 的時候 那 你還有時間 自己煮飯嗎 還有時間 自己炒菜嗎 然後呢 你所需要的東西 你能夠不抽稅嗎 還有 那像 大雨治水 多少年在外面 三過家門 而不入 你要大雨一邊治水 一邊那邊開墾農地 一邊那個種稻米 等稻米成熟了以後呢 把它煮來吃這樣子 而不要人家供應嗎 所以 孟子的意思就是 社會發達了以後 人口眾多了以後呢 百公祭義本來就是互通有無的 這件事情是天經地義的 你們農家不要講那種 小國寡民 小地方事物的那種話 把它擴充開來 這個叫做不知通權答辯 甚至不能講不叫通權 這叫做沒有見識 看事情不清楚 非常的不準確 好 但是呢 還是有一個有趣的故事 發生在這個地方 有為神龍之炎者 取行 自貢 自自處 之藤 這個 總門 而 告文公約 遠方之人 文君行人正 願受一禪而為盲 就我做你的 習徒數十 文公就給他住處 然後呢 許行就有數十個人一起 一和 綑侶 知習 以為實 穿著初步的衣服 然後呢在那邊編麻鞋 然後呢 知草席 應該也自己耕種 然後呢 自給自足 然後編了這個草鞋 跟這個草席呢 拿去交換一些東西回來 自給自足 另外有 成良之徒 成相 其帝心 成良是個儒者 那 他的學生呢 成良 成相 跟 成心 那是跟 這個 成良 學儒家的學問的 弟子 富和履而自宋之藤 也從宋國來到了藤國 文君行聖人之政 賜予聖人也 願為聖人盲 所以 這個 孟子給藤文公的指點 藤文公照辦這件事情呢 很快的就傳遍天下了 那很多人呢就想要來這邊做他的子民 這個話的意思 就是這樣子 好 然後呢 這個 成相 來了以後 他怎麼看到許行 許行呢跟他的老師 成良呢完全不一樣的什麼 政策上面的 觀點 這個觀點就不一樣了 成將見許行而大躍 盡棄其學而學焉 他本來學的是什麼呢 儒家的東西 成將就跑去見孟子 孟子目前是我們儒家學派裡頭的發言人老大 就跑去跟孟子討論這件事情 跟孟子講許行的言行 許行說 各位同學 知識分子很麻煩 你明明自己講 藤文公行聖人之政 所以我願意來你這邊做你的百姓 給我一塊地 人家也給你一塊地了 你這邊過下來了 過你們農家過的日子 然後呢就開始批評國軍 藤君 成賢君也 成賢君也 雖然未聞道也 所以你認為許行是來這邊 售一塊土地做他的百姓 還是許行是來這邊推銷他的 政策理念的呢 我覺得許行就是來宣揚自己的理念 那也沒有關係反正擺家爭吟 所以呢前面說這個你行聖人之道 所以我要做你的人民百姓 這只是一個開場白而已 這只是一個開門 通關密語啦 這叫通關密語 然後能夠進入了這個 騰國的 國境 那過了一段時間 生計穩定了 就要發表自己的政治言論了 成賢君未聞道 未聞道 未聞道是很嚴重的 陸向山就批評朱熙 不見道也 對於搞哲學的人 你說他不見道 你就等於這個 練武功的人你用一把刀刺到他的心臟裡面 一樣 所以這都是很嚴重的一個 這個批評 賢者與民並耕而食 雍孫而至 賢能的人呢 自己種田 隔壁呢 的田呢是鄰居的田 是百姓的田 然後呢自己 收成 然後自己煮早飯自己煮晚飯 但是能夠治理這個地方 怎麼會治理呢 農協的時候大家到家裡來談一談談 喔那就這樣做那就那樣做那就這樣做那就那樣 我們這個村啊怎麼樣 我們這個村 什麼時候要辦什麼活動啊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這個村對外的道路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既不抽稅也不納涼也沒薪水 這就是 農村的 組長的 治理的 方式 這樣 這真的就像家族會議嘛 我們在開家族會議的時候 那 也沒有說一定要給那個組長 薪水 都沒有嘛 個人過自己的生活 但是整個家族的 進退 進退 應對 或者是有什麼事情要討論 那就一起討論 就把整個家族 治理的 很好 農家 心中的 形象 典範 就是這樣的一個形象典範 金藤友 倉 林府庫 則是立民而以自養典 污德賢 這話就嚴重了 這就是一個見識的問題 你農家所講的 這個形象 就是一個村里的 幾百戶 幾百口人家 幾十戶 就算幾百戶 幾千口 每一個人 的關係 地位是平等的 但是我們可以召集一個宗族會議 會議的領袖主持人呢 也只是 會議的主持 或是意見領袖 而不是什麼 官員跟百姓的關係 我不跟你抽稅 你不需要對我納涼 你我也不會因為抽了你的稅納涼 我發薪水給我 但是 這個是 什麼 鄰居跟鄰居的關係 親戚跟親戚之間的關係 可以這樣 但是一個國家政體形成了以後 這個幾千的人口 幾萬的人口 一定要有政府 一定要有官員 一定會有百姓 儒家 儒者就是 官員這個階級 培養自己成為官員這個階級的 人物 儒者就是專業的政治管理人 因為天下是太多了 影響所及 太廣大了 所以 農家的這種想法 還沒有進入 這個 國家官僚結構之前 的那一種原始生活形態 的想法 好 竟然批評 有 蒼林府庫 府庫收錢 蒼林收糧食 是 利民 就是欺壓百姓 搶百姓的東西 給自己 享用的 污德賢 這樣怎麼會是賢能呢 這個 仿銀行 仿銀詞 句比 邪詞 知其 說什麼 所以孟子說我知言 這種話一講出來孟子0.01秒就知道他問題在什麼地方 所以就要把這個話說清楚 你這個講得好像很有道理 各位同學誰會覺得很有道理呢 沒錢的 基層的 勞苦的 人民百姓會覺得這句話很有道理 他們真的會覺得這句話很有道理 甚至墨家也會覺得很有道理 他就沒錢嘛 然後他都不足以溫飽 你還要給我抽稅 對這樣子 他們會覺得很有道理 所以孟子必須把這個道理說清楚 孟子就一段一段的反問 許行 自己種道 種糧食然後吃嗎 對啊 他自己自耕自食啊 他這筆織布 然後穿衣服嗎 他不織布 他穿的是很粗糙的合衣 這樣子 那許子戴帽子嗎 戴啊 戴什麼帽子呢 這個很樸素的帽子嗎 帽子啊 那這個帽子呢 他自己織的嗎 沒有啊 他種了糧食用糧食去換來的啊 那他為什麼不自己織呢 這樣影響他耕田呢 這個人不知道已經掉落你的陷阱 許子撫增串 以鐵耕乎啊 你燒菜的時候煮飯燒菜的時候 你是不是用鍋子在煮飯燒菜啊 你耕田的時候是不是用鐵耕 那當然啊 那這個 這個 農具 這個鐵的農具 這個鋤頭啊 爬梨啊 這個工具 還有你廚房那些鍋碗瓢盆 是你自己製作的嗎 不是啊 是我 種來的糧食換來的 好 以素益器械 你不會認為 這是壓迫 陶 匠 工匠 鐵匠 對不對 陶匠工匠鐵匠呢 也是用他們所製造出來的東西呢 去換 糧食 那 也不會認為 他們在壓迫農夫嘛 對不對 我們一般正常人都是這樣做的 不會認為誰壓迫了誰 只是在 交換而已 那 許子為什麼 不自己做 這個鍋碗瓢盆呢 不自己做這個 鋤頭 梨 爬呢 為什麼 要 拿 屋子裡頭 這些東西 來換 來用呢 那 那個為什麼 這個 一定要 去跟別人做 這個用道 用生產的糧食 編的草鞋 編的草席 來換 紛紛然 與百公交易 何許子之不但凡 你不覺得這樣換來換去很麻煩嗎 曰 百公之事 不 固不可 更且為也 農家竟然講了這個話 所以 他不明白 政治 經理人 本身也是 百公之一 的一個類型 那 百公是什麼呢 做了對 所有的人 有用的事情 我做鋤頭 你買回去 可以耕耕 我做茶杯 你買回去 你換回去 可以喝茶 這樣 我做衣服 你換回去 可以保暖 這樣 那只是說這個好像家家都養豬養雞啊 所以這倒不需要有人專業的農場養豬養 家家戶戶都養豬養雞 那 所以呢 就 長時間的 這個器具條件的安排 才能夠完成的器物 那就讓某一些 專業的 百公來做吧 然後呢 我們來交換就好了 所以呢 百公之事 故不可更且為也 所以打鐵的鐵匠 他怎麼樣 一天12個小時 14個小時 泡在他鐵匠鋪裏面 那 燒這個 陶器的 這個陶野 陶醬 他也是一天12個小時14個小時 泡在他的那個 窑土窑堆裡面 就沒有辦法同時 耕田了 否則這個東西就做不出來了 所以 不可更且為也 農家自己講了 這樣的話 許行自己講了 這樣的話 成像呢 替許行自己講了 這樣的話 好 孟靈說 然則治天下 獨可更且 獨可更且 為宇啊 成像 搞不清楚 辱者是要幹嘛的 治天下 專業管理人 許行呢 也搞不清楚 國家體制存在的目的是什麼 讓國家社會有秩序 他搞不清楚這個東西的目的是 他從百姓的生活 你看你抽我的稅 讓我給你納涼 你敲了兩腿坐在這個皇宮裡頭 走在路上看我不爽 還把我抓起來打 覺得這些做官一點用都沒有 百姓生活就是這樣 你憑什麼抽我的稅 納我的糧 未見道也 雖然前面講說 聽說你行聖人之道 所以可不可以給我一塊土地 讓我做你的人 然後就說他未見道 孟靈就要把這個道理講清楚 儒家就是要做官的 但一個社會為什麼要有官員呢 孟靈把這個道理講清楚 儒家就是要做官的 但是所有的人 小人也都想做官 但是小人雖然想做官 小人並不明白一個社會為什麼要有官員 小人只明白一個道理 你在社會上做了官以後 你就可以吃香喝辣 小人只明白這個道理 小人不明白一個社會 為什麼要有官員 孟靈就把一個社會為什麼要有官員說清楚 你要耕田需要這個鋤頭對不對 所以需要有鐵匠 你要吃飯 需要有鍋子對不對 所以需要有陶匠 就這樣 你在社會生活需要社會有秩序 穩定 治安這個 穩定這樣 不要有鄰國的 這個侵略 然後呢 維持整個秩序 公眾的事務呢 大家一起來做 譬如說我們開一條很大的馬路 讓大家呢 好 交通便利 譬如說碰到了河嶺 我們一起來組一條 一座這個橋樑 這些事情 公家的事情 治安的事情 戰爭的事情 就需要有專業人士 在人民當中 出現 來做這件事情 他們 就是官僚體系 做官的目的 角色功能 就是這樣子 有大人之事 有小人之事 一人之身呢 擺公之所違背 一個人呢 的日常生活 家裡面 要水 要電 要瓦斯 要食物 要冰箱 要桌子 要椅子 要沙發 要電視機 要各種的東西 都是擺公之違背 如必自為而後用之 率天下而入也 每個人在 街上買這個材料 買那個材料 然後呢 來做這些東西 那煩死了 什麼事情也做不好 或勞心或勞力 勞心者 治人 勞力者 治與人 治於 人者 賜人 我被你管理 但是呢我生產糧食 我養你 治人者呢 賜於人 我管理你 但是我沒有時間生產糧食 所以你養我 天下之通義也 當搖之時 搖的時候 接下來就要講什麼 勞心者在幹什麼 政府在幹什麼 國軍在幹什麼 大臣在幹什麼 搖之時天下游未貧 洪水 恒流 泛濫天下 草木 暢茂 勤受繁殖 五谷不登 勤受逼人 受提鳥雞之道 交於中國 這個我就不解釋了 這是國文課 搖 幽之 舉順 治理 順就請 亦負責 這個 亦列三則而焚之 勤受逃逆 又請予負責水 這個 寄踏 寄踏雷 這樣子 越寄踏 絕寄水 跟這個 踏水 然後呢 疏通 流到海裡面 又絕汝漢 徘徊四 柱之江 然後呢 就 洪水之患 減少 那麼國境之內呢 大家就能夠 找到 種田的農地了 而可食 當事時也 雨呢 有八年余外 三過其門 而不入 雖欲耕 得乎啊 這就是勞心者在 幹的事情 所以 國家需要有這種人 來做這個事情 那 他們沒有 時間耕田 那他們吃什麼 當然是 被他們照顧的百姓 所耕的田 的糧食 納糧 按照 十一的比例 納糧 就十分取一分 孟子一直是講十分 取一分 然後呢 這樣子呢 就 勞心者 治人 勞力者 治於人 治人者 勢於人 治於人者 勢人 這樣 那這個 就是天下之 通義啊 天經 地義 後繼 交民 架色 數以五骨 五骨熟 然後呢 大家都有飯吃了 然後呢 除了 土地跑出來了 野獸跑掉了 又有農作物 的耕種 使得大家有東西可以吃 還需要什麼呢 還需要教化 人之有道 除了吃的飽穿的暖 有地方住以外呢 如果沒有教化 人與人之間關係相處 像禽獸一樣 所以要有人倫 聖人又擔心了 所以呢 是氣為司徒 當老師 當教授 來教導大家 人際關係 互動的倫理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友有婿 朋友有姓 這樣子 人際關係相處的 這就是五輪 五輪就在這個地方出現 這段話非常 我們大家都會背 熟悉 就是在這個地方 出現 所以要有人出來怎麼樣 建立 倫理的秩序 仿勳曰 撈之來之啊 匡之之之 輔之易之 使自得之 又從而正得之啊 姚講的話 這樣子 那 這個 聖人 幽名如此 兒俠 耿 耿 就是 我要給他工作做 我要給他地方住 我要導正他的言行 我要教導他 幫助他 然後讓他知道 這個 禮樂 教化 然後讓他成為一個 有德性的人 所以 百姓有太多需要 成長的事情 勞行者呢 就是教導百姓 去在這所有的事情上 來做成長 搖 得不到順 他會很憂慮 順得不到與高桃 他會很憂慮 所以呢 他們有很憂慮的事情 這就是什麼 他們在勞心 他們這就是他們勞心者 在勞心的事情 以百姓之不義為己憂者 農夫也 農田 治理不好 農夫擔心 分人以財 為之惠 交人以善為之忠 為天下得仁者 為之仁 是以 天下與仁義 為天下得仁難 這是什麼 聖王在擔心的事情 農夫擔心他那塊田地 種不出糧食 聖人擔心什麼 是不是大家都有才 是不是大家都善良 是不是能夠找到優秀的人才 官員官員官員 辱者辱者辱者 來治理天下 以天下與仁義 為天下得仁難 你隨便找個人來當國君 是很容易的 但你找到一個很好的人 當國君呢 這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 搖 所以商老經是找到最好的人才 他找到了沒 找到了舜 舜商老經找不到好的人才 找到了沒呢 找到了 雨 所以 就是因為搖找到舜 舜找到雨 所以呢 天下百姓過上好的日 這是勞心者在擔心的事情 大在搖之為君呢 為天為大 為搖則之 蕩蕩乎名物能名焉 君災舜也 唯唯乎有天下而不與焉 所以 搖的這個攻擊呢 太大 可是呢 大家找不到 形容他 描寫他的詞語來講他 而舜呢 得到了天下 但是沒有把天下當作自己的私產 而是呢 把天下讓所有的天下的人才來管理天下 而讓天下的百姓呢 享受風衣族食的生活 所以沒有把天下當作自己私人的財產 有天下而不與焉 治理天下的觀念呢 向所有人才請一 請他們做大官 让他們發揮常才來治理 遙順治天下 岂無所用其心災 所以遙順治天下就整天用心 就是勞心 也沒有時間去耕田 所以 這個丞相 來講的這一番 這個 這種 這個 國君要耕田的話 簡直是不通之論 不通之論 吾文用下便宜 魏文什麼 便宜於下 用下便宜 用儒家的道理改變四方野蠻之地 的風俗習慣 沒有聽說用四方野蠻之地的 比較偏遠一點 你看 北學於中國 他把山東這個齊魯自己當作中國 沒有關係 總之呢 承諒你的老師 來中國學儒家的禮藝 我們這些北方的學者 未能獲之先爺 我們這些齊國人 魯國人 周國人 藤國人 學得還不見得由你老師學得好 比所謂豪傑之事也 你的老師就是一個豪傑 Made in楚國 這樣子 結果你們兄弟倆跟老師學了數十年 老師才死了沒多久 你們就背棄他的學術 即孔子末三年之外 門人至任將歸 孔子死的時候 他的弟子受傷三年 然後呢 這個 就大家約了一起 入以予以子貢 這個相而哭 皆失聲 然後歸 那子貢後走 又多留了三年 逐世漁場 獨居三年 然後歸 所以我們在這個孔府 孔林會看到 孔木 那旁邊又弄一個爐 就是子貢又多受傷了三年 好 這不是重要 重要的是下面 子下子張子游 覺得有若跟老師很像 欲以所示孔子是之 那要求曾子呢 也把他的學長 大哥 這個有若 當作夫子 來這個尊敬 可見曾子地位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最後呢 都是曾子在孔子的身邊 地位非常的重要 曾子說不可以 江漢以拙之 秋陽以曝之 浩浩乎不可尚移啊 你不管在怎麼樣 的這個改變 那都沒有辦法達到老師的標準 今夜南蛮絕蛇之人 非先王之道 子貝子之師而學之啊 南蛮絕蛇之人 講的是誰呢 許欣 不是先王之道 因為你違背了你老師的學術 然後呢 要跟人家學 你跟曾子差太多了 人家要曾子跟學長學 曾子都說 我們的學長達不到 我們老師的標準 結果你現在竟然是要跟 南蛮絕蛇之人 學 背叛了你自己的老師 然後呢 又有一句話 就是非常好的成語又來了 吾文出於幽谷 遷於僑木啊 魏文下僑木而入於幽谷者 這個從森林裡面出來 然後停留在很棒的樹木上 然後過很好的生活 沒有從 沒有聽說 又離開了僑木 又跑到森林裡面 你再怎麼唱歌 再怎麼好聽的鳥叫聲 也沒有人聽得到 這樣子 好 那這邊呢 就是跟農家做了一個 這個很大的辯論 好 恩怡已經一個小時30分鐘 那我們早上第一階段 我們就先在這裡休息一下 好 好 那我們就繼續上課 這個我剛剛在講課的時候 就又有一個感覺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讀書的方法 講課是最好的讀書的方法 我總是在講課的時候 瞬間 理解了 想到了 以前沒想過的問題 理解了 以前沒理解的 一些關鍵這樣子 所以 講課才是我最好的讀書 最有效率的讀書 當課講完了以後 尤其是第二次第三次在講同樣經典的時候 那種各種的連結就會跑出來 當課講完了以後呢 讓我寫文章 只要這一整天沒事 或兩整天沒事 一兩萬字的文章 一兩天就可以完全寫出來 因為東西都在腦子裡頭 所以講課是最好的讀書 這個秘密跟大家洩漏一下 好然後呢 這個 因為現在已經11點半了 所以我剛剛跟張華討論一下 我們就可以就講到12點半好了 那我們下午2點半開始 要整個平移一下 不然這個我這個 柴火燒了 然後大家很專注 12點我們去吃飯 氣場有點混亂 然後呢 這個我們接下來來看這個 公孫眼張瑜 那我昨天晚上在這個 飯店打開電視的時候 正好就看到了公孫眼 也看到了張瑜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正在看芈月傳 芈月嫁到這個秦國以後 就由一開始幾個場景 既有公孫眼吧 也有張瑜這樣 所以這蠻巧的 昨天晚上看電視才看到這兩個人 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 這個在中國文化的這個氛圍下 然後學習中國的傳統經典 是一件非常特別的時空 跟古代所有的人不一樣 這樣子 你打開電視你就可以活在 春秋戰國時代 活在大漢天威的時代 也可以活在五湖亂華的時代 也可以活在大唐天子的時代 也可以活在水浮傳的時代 還可以活在這個朱顏璋的時代 王陽明的時代 清出這個康虛雍正乾隆的時代 真的打開電視機你可以 整個那個思維的那個空間 活在這許許多多不同的時空裡面 所有的時空的智慧 你都可以擷取 然後用把古書打開來看 所以能夠理解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氛圍 什麼樣的背景 什麼樣的問題而提出來的 什麼樣的觀點 好 公孫衍在秦國又到魏國 赫赫有名的人物 那張儀也是從東方諸國 到了這個秦國 張儀這個連橫 那這個蘇秦合縱這樣 所以他們呢 這個一怒而諸侯聚啊 安居而天下席 所以呢 人家認為景春就認為 哇這兩個人簡直是太有威風了 好像是這彼和人也 我和人也 有威者 易如是也這樣 好像我應該以他為典範來學習 夢子就哼了一聲 這兩個人 固然威風 但是呢 沒有理想 不是我心目中的 圣賢的典範 那什麼是理想呢 理想只有一個原則 愛人民 愛百姓 服務的人生觀 利他 而不是遂行某一國君王的私欲 讓自己呢 獲得高官厚禄 然後呢 發動戰爭 影響天下 然後呢 讓百姓在戰場上受苦 夢子認為 這根本不是任何有理想的人 會幹的事情 焉得為大丈夫 他怎麼會是大丈夫呢 你有沒有學過理啊 理呢 告訴我們 丈夫之冠也 父命之 女子之嫁也 母命之 宋王之門戒之約 這古代 男生長大了以後 女生長大了以後 要結婚 要出嫁之前呢 跟他講 枉之辱家必敬必戒 吾為夫子 那這個 女生嫁到男生家裡頭 要聽先生的話 這個架子我們在這裡就不辯論 不討論 就扯到別的事情上去 那總之 就這個原則而言 以順為政者 切腹之道也 切腹之道 我一定要聽 這個男性主人的話 孟子為儒家建立了 聖王的典範 聖賢的典範 還有什麼 做官的典範 做官儒者就是要做官 官員就是國家的政治管理人 專業經理人 而這樣的專業經理人呢 是要什麼 國軍聽自己 而不是自己聽國軍的 你開一個工廠 賣東西賺了很多的錢 然後呢 你就投資到股市裡面 你一定要找專業經理人 幫你操盤 因為你對股市的行情不了解 你只知道 你開的工廠的那個專業的領域 你靠你自己這邊投資就有虧本 全家幫你投資固定的 固定的比例 每年不勞而獲 賺了很多的錢 錢滾錢這樣子 這個例子比較容易了解 所以 國軍呢 在政治的事務上 要聽儒者的話 官員的話 而不是官員要聽國軍的話 如果那樣倒過來了 所以孟子建立了官員的形象 儒者的形象 所以以順為政 切腹之道 君子呢 不是這樣 居天下之廣居 立以天下之政位 行天下之大道 就是做光明正大的事情 為百姓謀福利 得志 得志就是做官 並且做大官 與民由之 就讓百姓過好的生活 不得志呢 就是沒有做官 或只做小官 獨行以祈禱 把自己照顧好就好了 富貴不能移 貧賤不能移 威武不能驱 此之位大丈夫 所以呢 一個儒者怎麼樣 一個人就挺立了 一個國家的器材 一個人就堅持住了 一個國家的施政的方向 國軍做不做得到 是一回事 但我一個人的意志 一個人的細節 我就挺立在那裡 富貴不能移 貧賤不能移 威武不能驱 此之位大丈夫 所以人家說 公孫眼張怡 岂不成大丈夫哉 孟子說 他們不是大丈夫 他們並沒有用 個人的價值 成為整個國家 時代的指導方向 他們不過就是 聽國軍的話 遂行國軍的欲望 執行國軍的 這個人欲 欲望的事情 利用國軍的威勢 去嚇唬天下人 造成國際政治的動盪 讓百姓生活困苦 死在戰場上 這怎麼會是大丈夫呢 好 從一般人的眼光 看到蘇秦 張怡 這個公孫眼 這種受到各國國軍 奉為上兵的這種 厲害的人物 哇 真的是驚仰的不得了 走到哪裡 哪裡的國家呢 他都得聽他指揮 聽他調度 覺得這才是真正的大丈夫 但孟子不以為然 關鍵是 他們的理念的方向 不是愛人民 愛百姓 所以他們 不是大丈夫 誰才能夠是大丈夫呢 愛人民 愛百姓的 才是大丈夫 但是愛人民 愛百姓的儒者呢 不一定能夠做大官 不一定能夠得智 得智固然與民由之啊 不得智的話 那就算了 獨善其身 獨行其道 我如果在地方做個小官 至少我把我的地方 視理好 這裡的百姓 過好的日子 好 但是我要上升一下 這個問題的思考的層次 達則兼善天下 窮則獨善其身 這是孟子的話 但忽風講了另外一句話 這個窮 達則兼善天下 窮呢 則兼善萬事 什麼意思呢 孔子跟孟子就是窮 則兼善萬事的 留下了論語 留下了孟子 建立了典範 這個千秋萬事 成為中國人的人格學習的典範 文語政治哲學的典範孟子 所以呢 窮則兼善萬事 好 所以這段話也是 立場很堅定 意思很鮮明的 好 這段話呢 是孟子講說 這個儒者 可不可以領薪水這樣 答案是 當然可以領薪水 我們是專業管理人 只要有貢獻 國軍要發薪水給我 而且不嫌多 你給我多 我就多拿 你給我少也無所謂 這樣 你給我多我就多拿 那一個好的儒者 各位同學 孟子眼中 歷史上 最好的聖人 平民百姓 就是順 好成順那個樣子 你不只是給我薪水 你把天下交給我 我也不嫌多 孟子講這個話 要把事情看透了 儒者有功勞 貢獻於社會國家 領國軍的薪水 有什麼不對 我一點都不覺得多 順 讓謠把整個天下都交給他 順也不覺得多 那順也不覺得多 還有另外的意思 就是前面我們講過 望天下而不與焉 雖然我是國軍 但我不覺得這是我的私產 這只是我的一個責任 我必須幫大家照顧好生活 然後找好的官員 來治理天下 我沒有把它當作我的私產 這才是聖王 這才是聖賢 那你把整個國家交給我 我都不嫌多 你給我薪水 那是應該的 把整個國家都交給我 那沒有別人可以承擔 那我就來承擔 不是他不嫌多的 好就有人認為孟子 沒有什麼貢獻 沒有什麼功勞 然後到處講話 帶了那麼多的弟子 厚居數十勝 眾者數百人 所以那等於是一個什麼 等於是個遊學集團 你知道嗎 等於是一個學術團體 幾百人的一個團體 跟著孟子 走這裡走那裡 走這裡走那裡 所以幫孟子做文宣的人 是很多的 好 以傳實與諸侯 那留在這個快捷酒店裡面 各個諸侯國呢 都來招待他 不以太乎 你將日子吃不過了 太舒服了 你又沒什麼貢獻 孟子說 非其道 如果我講的是沒有道理的東西 一單四不可受益人 再少的東西 我也不能夠接受人家的證明 如其道 如果我講的東西 我所做的事情 是符合於天道 對天下人有幫助 對這個國家的國軍有幫助 對這個國家的人民有幫助 的話 則順受搖之天下 不以為泰 只以為泰乎 順就是如其道 做得這麼好 所以搖呢 把整個天下給他 搖把整個天下給他 順不以為泰 順沒有覺得天下是他的私產 他就勉為其難地 治理天下 樂起來 所以呢 不會覺得是很舒服的事情 很不勞而禍的事情 難道你以為這是很不勞而禍的事情嗎 這樣子 否 那彭公也說 否 好 這個順得天下 似乎是理所當然 但是呢 事無事而食啊 不可以 什麼意思呢 孟科你沒有在任何一個國家做官 幫他們辦理公家的事情 你卻帶了幾百人走來走去 接受人家的招待 你就是無事而食 所以彭公講的還是孟子 無事而食 你看孟子在天下各國之間 走透透 也會引起知識分子的批評 這樣 這就是一個批評的案例 無事而食不可以 孟子回答 就是說 我是有功勞的 我是來告訴國君行人正愛百姓 我是來告訴這個國家 教育工作者要教子弟孝替終順之道 一個國家的人民有孝替終順之道 這個國家一定會長治久安 百姓會愛國 會效忠君王 所以我是來教這些 這些東西是對國家穩定有用的 所以我是有貢獻的 所以呢 我得到人家的這個住宿餐飲招待 是應該的 你只不通工易事 以獻補不足 則農有餘素 就前面講的擺公 知為備 然後互相交換 那農夫呢 有多餘的糧食 他自己吃不完嗎 就給別人 然後他可以得到別人的給他什麼東西 這個家裡的婦女呢 支部自己一家人用不了那麼多 然後去交換這樣 你如果了解這個道理的話 只降倫餘皆得事於此 做 車子的 做房子的 做器材的 他們都應該可以得到薪水 得到奉養過好日子 與此有人焉 前面講就是說 這些人都有功勞 然後呢 可以交換 然後獲得各種東西的溫飽 那現在我要告訴你 像我這種人 或者我們這些儒者 我們幹的是什麼事情呢 對人民的功勞是什麼呢 入則孝出則替 首先王之道 以待後之學者 做這些事情 講這些話 難道對天下沒有用嗎 這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人民不知道孝替忠信 天下會大亂 國軍根本沒有辦法治理 農夫也不要想好好耕田 你耕完田又有人來搶你的 如果大家都孝替忠信 沒有人會來搶你的 所以這非常的重要 而不得事於此 這種人有這種貢獻 卻不能夠得到 這個國家統治者 領導者階級的 生活上的照顧 那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嗎 為什麼你尊敬 做這個車子的 做木頭的 蓋房子的人 卻輕視提供 仁義教化的人 所以儒者也是有功勞的 有貢獻的 就是提供仁義教化的 好彭庚說 彭庚在跟孟子辯論 職降仁義 他搞這些目的就是為了吃飯啊 那你這些自以為君子的人 你搞這些目的 然而是為了吃飯嗎 這句話好像很難回答 孟子當然不是為了吃飯而來的 可是孟子的重點在於什麼 職降仁義為了吃飯 如果他把車子造不好 如果他把房子蓋不好 那你會給他酬勞嗎 不會的 所以呢 你不是因為他為了有東西吃 而給他東西吃 你是因為他做的事情 對你有貢獻 而給他錢 給他東西吃 所以我也是一樣 我不是為了吃飯而來的 我做的事情對國家有貢獻 所以國家照顧我的生活 天經地義 理所當然的事情 好 職降仁義 其智將以求食 君子自衛道 其智將以求食於 這是彭庚提出來的問題 難道你把自己貶義成那些工匠嗎 就是為了混一口飯吃嗎 職何以其智為哉 你是因為他的目的來決定 給不給他酬勞嗎 不是吧 是因為他的功能 是因為他的功勞 好吧 其有功於子 子可視 而視之以 所以你是 因為他的目的 視智 還是因為他的貢獻 是功 孟子的意思就是說 是因為他的功勞 而儒者呢 也是因為我的功勞 我做這些事情是有意義 有價值的 做成了是有大功勞的 這句話也等於是說 很多人不明白 仁義道德的功勞 的角色 的功能 的貢獻 孝替中信在一個社會裡面 的角色 的功能 的貢獻 很多人不明白 所以孟子要把這個話說清楚 而儒者要做的就是這些事情 推廣孝替中信 好 這個彭庚還不死心 他說四智 因為他目的就是要跟我要錢 所以我給他錢 那孟子說好 他目的是跟你要錢是不是 他是做紙匠輪語的 結果他坐的這個車子 上面的那個蓋子 也弄破了 輪子也掉了 給你這樣一部車 你會給他買車的錢嗎 其智將以求食 則子時之乎 他拿了一個爛車交給你 你願意給他錢 讓他去吃飯嗎 否 我當然不會給他錢 孟子說 然則子非是智也 是公也 所以你餵養的呢 不是因為他想要吃飯的人 你就餵養他 而是因為他有能力 把你需要的事情做好的人 你才去餵養他 孟子的意思就是 儒者 對國家是有貢獻的 我們有能力把該做的事情做好 而所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禮略教化人文化成 禮一三百威一三千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婿 朋友有姓 五輪 我們提供的是這樣的東西 這樣的東西呢 對國家呢 是非常的重要的 好 這個 下面這一段 我雖然畫了紅字波 我想就放過不要講了 因為這個 醫師講過很多 簡單講他這段話的故事就是 湯 開始從葛國征伐開始 葛國的國軍就倒行逆施 甚至把湯派去送食物給他們 老人家跟小孩給殺了 搶奪食物 所以湯從葛開始攻伐 從葛開始攻伐以後 世界各國的國軍 都是葛國的國軍這副德性 所以其他各國的百姓就紛紛 在抱怨這樣子 這個稀為後果 你為什麼 你要攻打這個國家 然後呢 把壞的國軍 懲罰 拜託先從我們國家開始 把我們排在前面 排隊排在前面 不要排在後面 這樣子 稀為後果 在這個意義下 他一定一統天下 因為希望他做國軍的人 天下人都希望他做國軍 所以在自己的國家行人政 苟行人政四海之內 皆舉手而望之 欲以為君 都希望你來做他自己的國軍 齊楚雖大何未焉 所以呢 跟這個宋國講 齊國楚歌雖然很大 但是沒有什麼好害怕 只要你能夠行湯之政 那他們呢 在傷害他們的國家人民的百姓 他們的百姓不喜歡他們的國軍 所以呢 你有機會望天下人 好 下面這一句 是這個 其實孟子是藉由下面的這個故事 來抱怨一下 為什麼 他講的話 國軍都不聽 那訴諸這個統計歸納原則 量化原則 那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話 一齊人富之眾楚人修之 不知道大家過去有沒有聽過這句話 一齊人富之眾楚人修之 而一個山東人教他山東話 但是一堆湖南人教他湖南話 山東話總是講不好就對了 一個孟子一個薛居舟 跟他的國軍講仁義之道 遙順之道 但是呢 其他的官員呢 都跟國軍講什麼 艱險邪惡之道 滿足國軍的慾望 知道 合理化國軍慾望的行為 知道 那這個國軍呢 怎麼樣也變不好了 孟子就是在講這個意思 所以其實也是在抱怨 為什麼他講的話 國軍都不能夠聽 因為就是你們旁邊這些奸臣這樣 把國軍呢 的耳朵遮蔽啦 眼睛遮蔽啦 孟子跟代不勝講說 子欲子之王之善於啊 我明明白白的告訴你吧 你希望你們的國軍呢 改邪歸正 但是呢 很難 譬如說 有一個楚國的大夫 想要他的兒子呢 學齊國話 那要請齊國人教他 還是請楚國人教他呢 那當然是請齊國人教啊 自證腔圓的這個齊國話這樣子 一齊人複之 眾楚人羞之 一個齊國的人教他 但所有旁邊日常生活 所有的楚國人呢 都唧哩呱啦跟他在講楚國話 這樣子 最好到了美國呢 生活在華人圈裡頭 生活了一年回來 還是不會講英語的意思這樣子 好 所以日達而求其齊也 不可得也啊 每天要求他 齊國話講得好也沒有辦法 不過隱而置之 莊玉之間素年 好 雖日達而求其楚 亦不可得已 那如果把他送到齊國去 那不要派楚國的侍者在他旁邊 跟他講楚國話 好 那這個 就算你強迫他不能夠講 這個 就算你強迫他不能夠把齊國話學好 要繼續講楚國話 那也是不可能 久了以後他就山東口音跑出來了 好 只為薛居周善事也 實至居於王所 再於王所者掌幼尊卑皆薛居周 有一個薛居周這種好人 不夠 但如果周圍所有的人掌幼尊卑都是薛居周這種人的話呢 那王一定會聽盡善言善道 在王所者掌幼尊卑皆非薛居周 王誰與為善 跟誰學習呢 所以只有一個好人 對宋王是無法影響的 好 那我每一次都會想這個問題 答案已經非常清楚了 那國君的身邊為什麼小人多好人少人 小人的數量就是國君慾望的數量 那君子的數量就是國君理想的數量 所以你身邊是什麼人 就說明了你自己是什麼人 絕對是這個道理 絕對不會不是這個道理 絕對會是這個道理 也許你身邊有很多小人 你不重用他他不會影響你 所以掌權的人是小人還是君子 那就說明你自己的格局 你都是私欲 滿足你私欲的人會掌權 你都是公義 能夠落實公義的君子會掌權 所以這一切決定於君王自己 好如果是對的事情 就要去做 不對的事情就要立刻改進 而不是不對的事情 可以循序漸進的改進 這段話有點意思 待會可以跟大家討論一個重要的主題 好這要談什麼呢 這個 十一啊 去觀世之爭 有人給這個建議 說孟子妮老師說抽稅只能抽 這個十分之一 然後呢 這個 不要抽營業稅 去觀世之爭 這樣子 那我覺得我沒有辦法 因為我財政困難 所以我還是要抽十二十三 我要抽交易稅這樣 營業稅等等 那但是你這個理想呢 我可以明白 那可不可以降好不好 我循序漸進好了 這個 再慢慢的下降這個比例 十分之三下降成十分之二點八 下降成十分之二點五 慢慢三年之後 幾年之後 我一定下降到十一這樣 以代來年 然後 何如啊 這樣行不行呢 孟子的回答是不行 而且講了一個例子 非常的絕絕這樣 但是我會認為公共政策 循序漸進的改變 不是不對的 反而可能是對的 但孟子講的是什麼 道德是非的事情 那不對的事情就不能做 而不是說什麼 比例性的減少 孟子講的這個例子 很絕絕 讓我們意識到就是說 好像是必須立刻改變 今有人日狼其林之雞子 每天跑去隔壁鄰居 偷人家一隻雞這樣子 人家跟他講 哎 君子不能幹這種事情 這是小偷在幹的事情 真的嗎 好吧 那我少偷一點好了 我一個月偷一次好了 等到明年呢 我再不偷 這樣可不可以呢 那這個例子 當然讓我們知道 這絕對是不可以的 但是道德是非的問題 不是這個 不是什麼 這個量的問題 如知其非意啊 私訴以以何代來年 現在就不能做了 哪有說什麼 等到明年 我再不偷雞的這種事情 那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這是不對的 好 那這裡我就想要談就是說 那如果是公共政策 我覺得前面所講 請親之以代來年 然後以何如 我覺得這是對的 還有難得有國軍 願意朝向對的方向的政策去施穩 所以我認為好的幹部呢 就應該配合這個方向 然後呢設計妥當的 緩境的政策改變的規劃 然後呢最終落實 我覺得公共政策本來就是很複雜 本來就是配套措施 緩境的這個改變 一下子要立刻的改變 歷史上像王安石這種人變法 一下子立刻改變 其過程只會讓小人掌權 利益也未必能夠到百姓的身上 所以我覺得公共政策的改變 循序漸進其實沒有什麼不對 但是呢 所以道德是非對錯的事情不對 當然就是立刻要做 孟子講的是道德是非對錯的事情 那你上面這個事情做例子的話 那我倒願意替這個戴寅之 這個說話 我覺得他講的沒有什麼不對 好接下來這一段 就是孟子講孟子 孟子講了很多人對不對 講了順 講了文武 講湯 講孔子 講柳夏慧 講伊穎 但是孟子 沒有多講孟子 這段話是孟子講孟子 其他孟子講話是人家問他 人家跟他辯論 他跟人家辯論 反映了他的思想 但孟子做孟子是怎麼做的 孟子要孟子幹什麼事情 就這段在講 所以很重要 好 外人皆稱夫子好辯 敢問何也啊 孟子也確實是一個偉大的辯士 我們看到非常多的段子 都是別人跟他爭辯的 與其好辯哉 與不得已也 這兩句話我們也是非常的熟悉 所以 各位同學 我們現在想到另外一個名字 叫做什麼 仁義理智 的智 是非之心 公是公非 蔡根坦就跟我們講 幾之困入已忍 他人之困入不能忍 因為那是什麼 公是公非 孟子談的都是 公是公非 事情該怎麼做 所以非談不可 所以不得已 是不是不得已呢 是不得已 那孟子不得已非講不可 那其他人為什麼沒有不得已非講不可呢 其他人沒那個氣魄啊 其他人怎麼敢去跟君王講 聞諸一夫咒語 未聞是君也 跟你講話不聽 不聽就把你換掉 其他人怎麼敢跟君王講這種話 所以其他人不是不得已 不是沒有不得已 而是根本就是不敢 那孟子是非講不可 所以說他是什麼 不得已 非講不可 因為他講的是公是公非 天下之生久已 一治一亂 遙的時候碰到的問題是 水逆行泛濫於中國 蛇龍居之 民無物所定 下者為朝 上者為迎窟啊 在平地住的人呢 因為地上都是水 所以要逐朝而居 在山上住的人呢 因為很多猛獸 所以都必須住到山洞裡面 降水儘於 洪水來了 就使與致之 然後咚咚咚咚咚就把人家弄好了 孟子這邊講的是說 疚的問題 與的贡獻 遙順的問題與的贡獻 然後文武周公的問題 那他們的財獻 孟子的問題 孟子的財獻 然後呢 然後就要講孟子碰到的問題 那他的貢獻是什麼 這段講的就是這樣 temp 遙順 underground 若聖人之道衰 暴君待坐 坏公事以为无耻 民无所安息 弃田以为元玉 民又不得医食 邪说暴行又做 老百姓生活困苦 一堆邪说又出来了 元玉无耻 事则多而禽兽至 讲节的时候 讲咒的时候 百姓过的是这样的生活 天下又大乱 周公向武王 诸咒罚眼 三年讨极君 驱飞连 于海语而入之 灭国者武时 驱虎报西向而远之 天下大乱 我前几天在山东参加一个会议 这个驱飞连 就往西边赶一下 后来某个意义上有可能成为 秦人的 秦人的宗族 秦国人西来说还是东来说 大多数讲西来 有学生认为是东来 所以这个驱飞连 可能就是东来的那一支 好 这打岔不重要 这个书曰 批险哉文王谋 批诚哉武王烈 又其我后人 显以正无缺 这个属于国文系的事情 我就不多说了 因为时间有缺 总之这边就是讲这个周公 武王他们的贡献 然后呢 好 又接下来 孔子的贡献是什么呢 事衰到尾 携说暴行又做 臣势其君有之 子势其父有之 孔子聚坐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也 那就是天子来治理国家 让官员守正道 所以呢是要求所有的人的 甚至要求天子 所以春秋这一部书 讲的是天子该怎么做天子 大官该怎么做大官 所以孔子觉得自己 话讲得太过头了 知我者其为春秋 罪我者其为春秋 他没有那个身份 不该讲这个话 但是他有那个使命感 他必须讲这个话 讲这个话呢 是讲君王天子的话 对天子提出这个评价的话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话 好 圣王我们不做 孔子的任务就是这样 做春秋乱成贼子巨这样子 好 然后孟子他自己的 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接下来就是要讲 诸侯放肆 处世横溢 主持横溢就是读书人知识分子呢 这边乱说话 阳朱莫敌之言迎天下 天下都是这些奇怪的言论 天下之言不归阳则归莫 阳氏呢 阳朱为我 就是自立这样子 是无君 心中没有天下的功力 那就是 弑君就是天下的功力 莫氏兼爱 爱自己的父母跟爱别人的父母是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是无父也 因为儒家认为亲亲人民爱我 一个正常的人都是爱自己的父亲 爱自己兄弟的儿子 胜于邻居的儿子 虽然你都有触记彻以之心 但是那个强烈度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要分这个等差之爱 而莫子讲的这个坚爱是无父这样 那其实这也是对莫家学说的一个误解 莫家学说只是说爱天下人 为什么天下大乱呢 因为大家不爱 所以呢天下不大乱呢 就是大家互相相爱就好了 所以我们要爱灵人像爱自己的爸爸一样 那这样天下就不会大乱 莫子也未免太天真了 但是他的想法是这个意思 他只是说要爱天下人 使得天下不大乱 而不是说 我并没有特别爱我的爸爸 明白吗 他只是说爱别人就像爱你爸爸一样 你觉得不愿意你爸爸挨恶受冻去死 你让天下人都这样互相相爱 怎么会有攻占征伐的事情 天下就太平 莫子想法太天真太单纯了 可是他的意思绝对不是 这个我不要特别的爱我爸爸 我爱我爸爸的等级跟爱别人的等级一模一样 我爸爸死了我痛哭流滴的程度 跟邻居死了痛哭流滴的程度一样 也跟一个路人假路人死的时候 痛哭流滴的程度一样 莫子讲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孟子也是有强人所难 所以认为莫子是无君无妇 无妇无君 而莫子是无妇 那阳朱是无君 无妇无君是禽兽 那禽兽呢率兽食人 刨有肥肉就有肥马 名有鸡舍也有饿朴 这个草地里野外的地区 有人死在那里 尸体还没有人收尸 真的是率兽食人 这个野兽动物宠物都有肉吃了 人却饿死在外面 就等于是率兽食人 阳末之道不黛 孔子之道不住 邪说无名 充塞人意 那人意就没有了 人意充塞则率兽食人 人意被放到一边 那就率兽食人 就是人命活不下去 人将相食 是的 发生战争 战乱 几年之间 没有任何一个农夫可以耕田 因为都在打仗 几年之后 一两年 大家就没有粮食吃了 当没有粮食吃 然后呢 你的那个 最养的家禽家畜也被吃光了 然后呢 粮食吃光了 那就啃树皮 树皮也啃光了 那怎么办呢 不知道这样 人将相食 所以事情会越来越糟糕 不能让他糟糕到这样的地步 无为此句 显先生之道 学习先生之道 续阳末仿淫词 让邪说不得做 否则的话呢 坐于其心 害于其事 坐于其事呢 害于其政 害于其政呢 就最后会人将相食 圣人负起 不亦无言 也会做 跟我做同样的事情 所以要有君父 君亲之恩 王阳明不是讲吗 君亲之恩不可忘 看合照在那边打坐 这样 心想 他自己也在打坐 心想 打坐很好啊 他会有神通啊 搞不好还会出阳神啊 等等 可是呢 君亲不能忘 爸爸不能忘 奶奶不能忘 天下不能忘 所以又出来 做一个大做一个儒者 拯救天下 这个百姓困苦的日子 因为战乱 所以来制止战争 那就非常的入世 非常入世的这个儒者 所以儒者的选择价值 就是这样 所以孟子会认为 圣人负起 他选择的价值呢 跟我选择的 就是都是一样的 不亦无言也 好 习者 与亦洪水 天下品 群子的 与的贡献 周公兼一敌 驱猛兽 百姓 周公的贡献 孔子成春秋 乱臣贼子聚 孔子的贡献 然后呢 无负无君 周所应 周公所应也 周公绝对是 不赞成这样的事情 孟子自己定位 自己的责任 角色就是 我意欲正人心 习邪说 具笔形 访名词 已成三圣 所以他的任务是什么呢 把话讲清楚 把道理讲清楚 发于其心 害于其事 作于其事 害于其政 最后就天下大乱 人将相属 所以呢 把观念讲清楚 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能去阳末 能言聚阳末者 圣人之徒也 于其好变哉 于不得已也 因为现在面对的就是 处世横溢 阳珠莫敌之眼 迎天下 无负无君 那会天下大乱 那所以 不同的圣人 面对不同的问题 解决不同的问题 而成为圣人 而孟子自比的对象都是呢 姚舜 宇 文武周公 孔子 所以孟子对自己的 期许的角色定位高不高呢 超高的 就是圣人的地位 然后呢 他其实向往自己做 伊尹这种角色 可惜就碰不到汤 都碰到是泡水的 没有碰到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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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好所以孟子对自己的角色 期许啊 就是一个伟大的圣贤 这一段话呢 其实重点就只有最后一句话 离楼之名 公输子 子之巧 不以规矩 不能成方圆 就是圣王 他本身睿智 要治理天下呢 还是要依照先王的法度 他也不会自己乱搞 诗旷之聪 不以六律 不能正五音 音乐家 然后呢 这个创造很好听的音乐 所以他演奏音乐的时候呢 所有的人还是要依据 固定的音阶乐 姚顺之道 不以人正 不能平治天下 姚顺之道就是爱百姓 爱百姓就要有 爱百姓的公共政策 有人心人文 而民不批极则 不可法于后世 也就是说你有好的心肠 但是你没有依据好的政策 你的作为呢 就没有办法流方百事 所以呢 必须要行先王之道 这样 所以说 图善不足以为正 图法不能以自行 图善不足以为正 就是靠人治不行 图法不能以自行 就是靠法治不行 那要什么 既要有人也要有法 所以这话其实就很好了 那法家就是强调那个法的部分 好 尊先王之法 而过者 为之有也 就是有先王之治的人 尊先王之法来 处理政治的操作 而会犯过失 那是没有发生的事情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圣人寄节目利 寄之以规矩准神 以为方圆平直 不可生用 就是不会用完的 不会不够用的 寄节耳利 寄之以六欲 正五因 不可生用 用不完的 不会被你用完的 寄节兴师 寄之以不忍人之正 而行赴天下 故曰 为高必应丘陵 为下必应穿泽 所以呢 你要登高 你要往丘陵的地方 你要往下走呢 那你要找这个河流 它是在最低的地方 所以你要施政呢 你要有所因啊 因什么呢 先王之道 如果不因 那就不是有智慧吧 所以呢 忍者一再高位 因为忍者呢 才会去学先王之道 然后忍者呢 才是有先王之治的 不仁而在高位 破其恶于众子 不仁而在高位呢 他的私心 他的欲望 就会施展出来 就会伤害百姓 所以忍者一再高位啊 大德者必得其位 必得其路 必得其寿 必得其民 这是中庸讲的话 中庸的文字 所以儒家哲学呢 应该在忍者必得其位 大德必得其位 的这件事情上呢 建立理论 但是要建立理论呢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在帮儒家建立这个理论 就是我讲的那个周易六窑的架构 儒家呢就只适合在第二窑 然后呢 就不太适合在第四窑 孔子跟孟子呢 又一下跑到第六窑 真的跑到第六窑去了 因为他不是第五窑 但是第六窑就是天下人都听他 但是他没有资源 既没有官位给人 也没有薪水给别人 不过很了不起宗教家 哲学家 这个穷则奸善万事 但是儒者就应该让自己变成第四窑 就是中央的大官 皇帝身边的红人 那如果要做第四窑 那真的 你要拥有全部的老子形态的智慧 这样 那你要完全能够理解 清洁家呢 要能够理解这个法家 重罚他的思路 理解 数家提出解决困难的问题的策略的思路 你要懂得欣赏 甚至你自己就要有 能够思考出策略的能力 所以儒者呢 其实就是应该大得位的人 但儒者如何大得位呢 真是要千锤百炼 当然在我们国学的著作里头呢 儒者要大得位呢 那把易经读好会诱 把老子读好会诱 把人物志读好会诱 把蔡庚潭读好会诱 儒者绝对是再高位 绝对再高位 里面不是还有一个伊尹吗 国君好我也是这样做 国君不好我也是这样做 里面不是有一个柳下会吗 请我做大官我也是这样做 请我做小官我也是这样做 不请我做官那也没有关系 那我还是继续读书讲课这样子 那儒者就应该这样子办 好 仁者一再高位啊 就是这句话 儒者就是要做官 而且应该要做大官 那我的意思只是说 那通常都只做成了小官 因为武功不够高强 要不然就是出了两个人 武功过于高强 一个孔子一个孟子 这样子 那但是呢 他们自己都不是做大官的人 好所以要学习武功高强 武功是什么呢 就是世间法 不是出世间法 不是你打坐通灵这样子 神通这样子 得到宿命通人 不是这些东西 武功就是世间法 世间法就是在家国天下 人际关系互动 人性为恶的前提下 如何有效跟别人互动 事情办得好 自己又能够保身 不会被小人忌惮 不会被恶人伤害 不会被国君呢 这个惩罚 因为你完全了解 人性负面的现象 人性的恶都能够处理得好 这些就是世间法 所以世间法呢 儒家 道家 末家 法家 这个都要会 你才能够应付复杂万变的 太多太多种种不同的问题 好 下面这一段呢 这个也很重要 上无道魁 下无法首 招不信道 功不信度 在上位的人呢 没有政治理想 下位的官员呢 不遵守法律 朝臣呢 不信道 朝廷的大臣 就是第四名 功 百官 第二名 基层的官员 又不信度 做事情就乱来 这样 君子违背的道义 仁义 小人呢 破坏法律 导致遭受刑法 那如果一个国家这样子 国之所存者 信也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完全看不到儒家 对法家的法的批评 所以儒家对法而言 法根本也是一个必要的东西 不是不需要的东西 只是我们在建立法令 执法刑法的前提 是为了行人证 爱人民 爱百姓 所以绝对不可以什么 不教而杀 为之虐 你有法律可以 事先讲清楚 这样 不是你想要害人的时候 把法律条文拿出来 然后你犯了这条死罪这样 不教而杀 为之虐 所以儒者的世界 治理国家的世界里面 还是有法律的功能 法律的角色 不是没有这个功能 不是没有这个角色 只是前提 导致以德 德其之以理 明免 由此且格 他自己不会去违法 你也不需要靠法律了 其实 这个老子也做过思考 不止儒者做思考 老子也做思考 思道而厚德 思德而厚仁 思仁而厚义 思义而厚义 思义而厚义 离者忠信之薄而乱之手义 离就是法的这个层次 道德仁义都没有了 你才会用法的层次出来 可是当我们用法的层次出来 管理社会的时候 表示这个社会已经怎么样 人心焦薄了 已经社会动荡了 所以呢法理固然有它的功能功效 但是我们要理解 我们已经失去更珍贵的东西 所以还是先把珍贵的东西拿出来 不得已用法 好 这个在这段以后呢 孟子就讲 这个规矩 方言之志 就是你要度量 你要靠规矩 圣伦呢 人伦之志 所以你要谈人际关系 圣伦是最厉害的 欲为君禁君道 为臣禁臣道 两者皆法遥顺而以 所以君要像个君 那就学遥顺 臣要像个臣 那也是学遥顺 所以不以顺之所以 是君 是遥是君 不敬其君也 所以孟子就期许 所有的官员对待自己的国君 都要向 顺对待遥 这样子 否则就是不敬 不以谣之所以致民致民 贼其民 所有做官的人 治理国家百姓呢 一定要用谣的政策 否则呢 就是伤害自己的百姓 孔子说 道 也就是路 就是两条 一条呢 是人 要不就是不人 那当然不能够不人 所以只能走人的这条路 抱其民胜 则申是国王 人就是什么呢 就是爱百姓 不人呢 就是暴百姓 暴虐 伤害人民百姓 如果过度的话 你自己会被杀 国家会灭亡 如果没有过度呢 你自己会遭受危险 国力会被削弱 然后你死了以后呢 人家给你一个封号 叫做周幽王周立王 这样子 虽然你有孝子贤孙传了几百代 也没有办法改变人们对你的封号 周幽王周立王等等 百事不能改啊 因见不远 在下后之事 此之未也 所以呢 一个国家呢 要有 这个 理想 要有 法令 然后呢 要接受这个圣人的这个 建议 指导的方针 而做任何事情呢 有一个根本大法 那就是尧顺之道 尧顺之道没有别的 就是行人正 爱百姓 所以国家之所以为国家 国君之所以为国君的角色扮演呢 就是行人正 爱百姓 三代得天下 以仁啊 夏商周三代开国的国君 都是因为爱百姓 而前朝呢 这个 有很多的问题 夏没有了 商周 都是这个行人正 爱百姓 前朝做的不好 但是后来呢 失天下 以不仁 后来他自己失去了天下 关键是什么呢 他们自己的国君呢 暴虐无道 没有爱护百姓 不仁 所以国之所以心肺存亡 关键就是这里 天子不仁 没有办法保四海 诸侯不仁呢 没有办法保他自己的小国家 清代夫不仁呢 没有办法保护他们自己的宗室 宗庙 世数人不仁呢 没有办法照顾他自己 如果你厌恶死亡 但是呢 你却总是唯不仁不义的事情 那就好像你很讨厌喝醉 但是你拼命喝酒 背道而止 不可能的事情 好 我们再讲一段 孟子曰 爱人不欺应反其 这段话是讲功夫论 功夫论就是自己修养的 就是儒者就是要做官 就是要做事 做事的时候呢 有时候就会碰到 做事不顺 跟别人呢 起冲突 事情办不成 那怎么办呢 一般的人就是什么 推诿色者 这件事情不办了 这个责骂别人 花了所有的力气在骂人这样 然后呢 破局了 这件事情永远不可能 覆水难收 那是一般人的做法 如果真心观心这件事情 能够做成 让百姓获得利益的人 这才是真正的君子 所以君子在这个时候 他要做的事情呢 是反省自己 爱人不欺应反其人 智人不智反其智 理人不达反其尽 是不是我敬意不够 是不是我呢 该想到的一些技巧 没有想出来 是不是我呢 对待他的诚意还不够 行有不得皆返求诸己 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孟子曰 人有横言皆曰天下国家 每一个人开口闭口都说要为天下国家 好 但是呢 怎么个好法呢 天下之本在国 国之本在家 家之本在生 也就是在自己 你要天下国家好 关键在你自己 在你自己的什么呢 道德操守 修身养性的反省功夫 你是不是做任何事情利他 而不是损人利己 都利他而不是损人利己 你才能够把自己照顾好 家庭照顾好 国家照顾好 天下照顾好 为政不难 不得罪于俱士 这些大的家族 大的家族呢 之所目 一国目之 大的家族所目的是什么呢 当然孟子这里是合理化 或美化 大的家族之所目啊 那就是百姓过安乐的生活 那就符合他们的愿望 好 那就是一个国家所希望 一个国家所希望的呢 其实也是天下所有的人所希望 那所以你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佩然德教乎四海 就能够作为各个国家的典范 总之呢 孟子永远会期望 从一个国家开始 行人证 爱百姓 然后呢 端正自己的品德 那自己做的这个道德操守 做的很好 把国家治理的很好 然后成为其他国家的典范 那这样就能够安定天下 这是孟子永恒的理想 但是孟子的力气呢 已经用尽了在把理想讲清楚 好 所以要什么 有哲学家 还有宣传家 还有什么 行动者 这样 所以不要责备孟子 光说不练这样 说要说得清楚 2000年还读他的书 读得清清楚楚的 那不是容易的事情 不然你来说这样 好 所以呢 孟子有他的角色共演 其实就是哲学家的一个贡献 如果读懂了这个东西 这种人叫做儒者 并且相信叫儒者 那就要来宣传 然后呢 要去实践 要去落实 好 所以有哲学家 有宣传家 有行动家 那一个伟大的理想的事业呢 才能够推得出去 好 下面这一段呢 是一个很棒的一段话 大国 应该怎么样扮演角色 好 有胸襟的人 应该怎么样扮演角色 天下有道的时候呢 小德亦大德 好 小贤亦大贤 天下无道的时候呢 小亦大 弱亦强 什么意思呢 天下有道的时候 就是大家都是君子 那么道德能量比较小的人 为道德能量比较大的人服务 小贤亦大贤 小德亦大贤 请注意哦 大德跟大贤 未必是什么 位高权重的人 而是道德形象操守良好的人 国君没有那么大的道德形象操守 但是碰到了有道德操守的哲学家 一定要为哲学家服务 然后呢听从哲学 各位同学 为辱者服务的办法是什么 是给他饭吃吗 给他做住好的旅馆吗 给他薪水酬劳吗 不是 为辱者服务的办法是 你听他的话把国家治理好 还是那句话 我体会很深刻 蔡庚潘讲的 蔡庚潘就是最有智慧的 中国文明的那个辱道的精华 戴君子不难于公 难于有礼 人家不是给孟子很好的旅馆吗 但是有听孟子的话吗 没有 最后呢孟子还是走了 所以戴君子不难于公 难于有礼 有礼就是什么呢 小德亦大德 小贤亦大贤 这是天下有道的时候 天下无道的时候呢 小亦大 弱亦强 什么意思呢 力量小的 成为力气大的人的奴隶 国力弱的 成为国力强大的人的 的附庸国 整天禁共 那这就是天下无道的时候 天下有道的时候呢 应该是能力强的照顾能力弱的 然后呢 道德情操低的 听道德情操高的人的话 就像鲁木公无人窟 指尸之设不能安指尸 那才是天下有道的时候 好 十二者天也 顺天者存 逆天者亡 齐景公曰 齐景公国力已经衰弱 以前是很厉害的 既不能令 我不能够要求他 又不受命 我又不接受他的要求 那我不是笨蛋吗 自觉于 这个国力的衰弱 强弱的对比下 而做出错误的判断 是觉悟也 所以呢 替出儿女于无啊 现在吴国强大了 他要我参加他召集的 这个国际政治学会议 这样子 我不想去这样 以前吴国算什么 像现在他很强大 我国力不如他 真的发生战争呢 我会打败 所以他叫我去参加会议 我只好乖乖会议 他还当主席这样子 我乱没面子 这样子 好吧 替出儿女于无 然后呢 他要我怎么样 我就得怎么样 把公主嫁给他 经验 小国施大国 而此受命啊 你国力不如人嘛 人家要你干嘛 结果你不愿意干嘛 因为你觉得非常的可耻 那就好像 你做弟子的人 越此受命于先师也 因为呢 弟子一定要听老师的 你不听 那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 好 如果你觉得你不愿意听 还是有别的路 什么路呢 如此之 莫若施文王 就是什么 文王之道 也就是汤之道 什么意思呢 小国 行人政 爱百姓 太王这个居兵 然后呢 敌人要来抢土地 算了把土地让给他 就跑到七山下 只要行善积德 后世必有大能力的子孙 就是文王武王他们 虽然是小国 但是行人政 爱百姓 结果呢 大家都很肯定他 当中央天子 道行逆施 连宗士都不支持他 那以后 武王发咒 然后呢 贪赐胡江 亦因亡施 西为后果 用文王之道 大国五年 小国七年 必为政于天下 时间不是很长哦 五年 七年 就可以了 为政于天下 就是什么 成为天下的典范 国力越来越强盛 敌人不敢轻易来犯 甚至其他国家呢 有倒行逆施的君王呢 还可以发动惩治战争 还可以召开国际会议 大家愿意来出席 诗云 商之子孙其力不易 上帝祭命侯于周府 侯于周 天命迷藏 班士夫民 裸将于京 商朝的子弟 受到好的贵族的这个教育 可惜呢 他们的国君行暴虐之道 后来呢 天命转移到周人的身上 所以他们固然有良好的教养 良好的素养 这个礼仪典章都十分的贤熟 那也只能为周人的朝廷去服务了 天命已经转移了 孔子曰 人不可为众也 国君好人天下无敌 行人证的这件事情 才是最大的力量 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强大于行人证 你人多也没用 也就是说人少也不怕 人证才是最重要最有力量的价值 国君好人天下无敌 天下人呢都会尊敬你 想要做你的国家的子 今也欲无敌于天下 而不以人 是由职热而不以酌啊 只有忍者才能够无敌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想要保护你 大家想要照顾你 想要成为你的子女 大家都不想你打败仗 因为你是一个有人德的人 所以你才可能一统天下 否则呢 这个好像拿很热的这个茶杯 但是呢 那个很烫哦 会把手那个烫伤这样 那你要把手沾湿 或拿湿毛巾来拿 否则手就会被烫伤 所以你想要取天下 就你不是用行人证的方式 你竟然想要用武力争夺 齐国已经是千里世界的大国了 但也不过是九分之一 你齐国想要用这种方式得天下 那就是以一敌八 那就叫做以若铺这个墙 这以寡要急重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吧 这一礼拜我们该一起吃饭